原則上就是跟作業有關係 因為你作業做什麼題目小碼 你會看到什麼樣子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出碼 巧碼只是很像補出單體 所以你如果作業有做的話 那大概就知道怎麼回答 原則上我們知道很難避免抄期 你一定也會有同一抄期 所以你要抄擊無所謂 可能會沒有辦法進 可是你抄擊的話 希望你一定要把題目搞懂 你要把東西搞懂 搞懂不知道它在幹嘛 那這樣你小碼才會做 如果你作業跟人家一模一樣 只有小碼你一次拿零分 我就知道你作業抄期又沒有抄擊 那我們的助教會去check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你小碼搞零分 作業跟人家一模一樣的話 那一模一樣 大家就會一起作業當作沒有抄擊 所以請注意 請注意抄的話 你還是把作業要抄的話 不過你還是要把東西搞懂 搞懂在幹嘛 所以如果你給人家抄擊比較 負責把同學交會 負責把同學交會你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妹來問你的話 教教我就變成女朋友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用划算的方式 我會想念工具很可惜 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上個禮拜上到最後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談到那個關於市場均衡的變動 我說呢 什麼叫做市場均衡 我們上禮拜講 所叫需求線 需求線它基本上是談價格跟需求量的反向變動關係 如果當我固定其他人因素不變的時候 其他要素不變的時候 我知道價格跟需求量會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所以需求線它講什麼意思 給定某一個價格 譬如說我給定一個價格 隨便說 隨便說個Q1的價格 然後你畫到需求線上最到的 比如說Q1裡面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說給定這個價格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Q1D 要買Q1D的數量 大家願意錢 都要購買的數量 可是他是不是真的買得到 不知道 你要看供給的人怎麼想 你要看供給的人怎麼想 需求線談的是 當其他因素不變的時候 價格跟需求量的反向變動關係 你給定一個價格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那不見得跟 不見得這個就等於賣方願意賣的價格 那個數量 主要你就是給定一個價格 現在就是要賣Q1D 那同樣的 在這個Q1的價值下 你一樣可以對到供給線 找到另外一個 找到另外一個 賣方願意錢能夠購買 願意錢能夠賣的數量 你一樣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數量 那接下來就有個問題說 買的數量跟賣的數量 什麼叫均衡 均衡就是在講說 兩個力量大家Balance 互相平衡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從物理學 從戰略學借來的概念 就是整個體系裡面 兩種力量互相平等的時候 就是相抗衡 相等的時候 所以就給定那個價格 那個價格就是說 剛好我買家願意買的數量 那跟我賣家願意買的數量 相等 那這個價格叫做均衡 我們上禮拜講這個東西 所以因為是均衡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在這個情況下 體系的計量不相平衡 要買的人跟要賣的人 剛好相等 剛好相等 那你說為什麼有這麼剛好的現象 因為如果不相等的時候 要碼是超額需求 要碼是超額攻擊 超額需求的時候 為什麼現象 一堆人搶著要買吧 那有超額需求的時候 賣家就會K1D 就會順次漲價 那如果有超額攻擊的時候 東西賣不掉 那賣家這邊就互相坎價 坎到均衡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動 所以均衡有一個特性是什麼呢 如果其他外在的力量 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 那均衡就不會改變 就會一直維持在那種成就叫做均衡 就是說如果沒有其他外在力量的時候 這個均衡就會平衡在那裡 就不會動 好 那我們就說 那均衡怎麼說會變動 那就是其他力量 其他外在藥素改變的情況下 那有哪些其他藥素 上禮拜我們有說 比如像這個需求來說 其他藥素有什麼 其他藥素有什麼 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啊 然後我們有說什麼 提發相關產品的價格 那個買家的所得 還有什麼買家的人數 像這些東西 那賣方的供給這個其他因素呢 當然也有很多啊 比如說生產這些東西 你所需要用到的原料的價格 然後生產東西 你要用到勞動力嘛 所以薪資 你要用到資金跟人家借錢 所以利率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 那當然供給賣家的加速也會影響 那可是有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上個禮拜最後有人講 那我猜你們的題目 可能有說到這個事情 我們再複習一次 有個東西就是對未來的預期 我們用這個颱風來說 譬如像說 大家平常都會常看到這個事情 颱風來臨的錢 來了以前呢 菜價會有波動的現象 菜價會有波動的現象 可是你仔細去想 颱風來以前 到底有什麼其他因素變動 颱風來的時候呢 還沒有來 還沒有來 所以產地沒有受到破壞 沒有受到破壞 然後颱風來 假設其他東西不變 其他東西不變 它還沒有到啊 所以情況應該跟昨天一樣 前天一樣啊 那為什麼颱風來臨前的時候呢 菜價會波動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其他因素改變 這個特別的其他因素就叫做預期的變動 這個叫做預期的變動 預期的變動 颱風來臨前呢 會有預期 預期會變動 預期會變動 為什麼會有預期會變動 颱風來臨以前呢 你知道颱風來以後呢 一定會對產地造成破壞 對不對 買家知道颱風來以後呢 產地會造成破壞 那所以會發生什麼現象 產地會破壞 交通公路 公路會破壞 公路會破壞 買家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會有什麼事情 大家會趕快先去囤貨 對不對 趕快會去囤貨 趕快會去囤貨 這個9月的時候來了幾個大颱風 我們在颱風前如果你有颱風來 我們不是有一天是禮拜二 只放一天假 只放半天嘛 那個什麼墨蘭地區 墨蘭地颱風 只放半天下 半天下 然後半天下 其實當天下午中午的時候風雨已經很大 我家裡待在我戶外家裡 所以我回去買菜 我想說一家樂福 那天家樂福禮拜二 就比平常多很多很多的人 禮拜二禮拜二不會那麼多 可是那天去家樂福就用人山人海 就非常多了 車位都沒有更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去囤貨 大家知道明天沒有辦法出門 然後後天以後呢 產地交通會被破壞 農地會被破壞 所以你知道明後天價格會上的 你如果明後天等價格上的 你去買菜 你就會倒回倒極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先去買 而且還會把接下來一個禮拜菜都買了 你都會把接下來一個禮拜菜都買完 所以這個就是囤貨 預期價格會變動 買家就會跑去買啊 就會買去堆一些貨啊 買一個壓過 所以預期價格 預期價格會上漲 所以會翻 會有兩個路徑 第一個我剛剛講說 買家呢 會去搶購 買家呢會去搶購 會去搶購 買家會去搶購 所以如果買家會去搶購的話呢 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買家會去搶購會發生什麼現象 需求先會外移 預期價格 預期價格 一堆人本來是不會去市場的 想到明後間市場會關門 菜價會上呢 我就先去了 然後呢 本來只會買一天兩天的份 一次就會買一個禮拜 一次就會買到一個禮拜 所以你可以預期到說 那個 需求先會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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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是賣家你會怎麼想 如果你是加樂福賣家你會怎麼想 你會看哇買家那麼多 然後呢 你知道明後天價格會上揚 你會看說順遲把所有的菜都拿出來賣嗎 你發現明天後天 明天肯關門 沒關係肯嘛 明天的菜都會賣你 可是後天大後天大大後天 你知道價格會上的 你會很好心的說 因為過幾天價格會上的 所以我現在就先把貨拿去賣給人家 你會這樣幹嘛 你是賣家你不會這樣幹嘛 你知道過幾天價格都會上的 現在買家來搶東西 你覺得說 好啦現在先賣給人家 一下就說我賣完了 我賣完了 然後呢等到明後天的時候呢 價格真的漲上去了 或者說你覺得明後天價格會漲 你到時候再把東西拿出來 你可能會這樣想對不對 你可能會這樣想 賣家會這樣想 賣家知道後天大後天 價格會整個上揚 所以他當然想要現在把貨拿去賣掉 意願就不高 知道說過幾天那個道路會不通 那個高麗菜田會被破壞掉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把菜拿出來賣嗎 我可能不是很期願 我說過幾天價格會什麼 你現在要拿好我就賣給你 可是呢以後我知道說 那個會上漲 所以我就先不賣 大家預期未來價格會上漲 買家會做出貨運 賣家也會做出貨運 賣家會做出什麼樣的貨運 全貨啊 所以這才是說 每次新聞報導都會上漲 說哇這個財工來臨啊 還沒有來以前 所有的大盤商都在存貨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過幾天價格會上漲 大家知道過幾天價格會上漲 所以就會存貨 就會存貨 好就會存貨 結果 存貨會造成什麼結果 供給先會內益 所以賣家存貨買家也搶購 直接立即造成效果是什麼 現在價格就會先上漲 現在價格就會先上漲 所以這個就是你看到的那個什麼 你看到的現象 你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說呢 在颱風來臨以前 還沒有產生任何的破壞 道路交通也沒有損壞 產地也沒有損壞 結果莫名其妙價格就上漲 為什麼因為一堆人去搶購 賣的人也在存貨 所以每次都會這樣講 台風來臨前就去研查 中盤大盤存貨 都會有東西賣家會上漲 賣家會存貨 買家會搶購 結果就是價格現在就上漲 價格現在就上漲 價格現在就上漲 所以這個東西有個有趣的時候 它後面的意涵是什麼呢 這個後面的意涵就是代表說 在市場裡面呢 人的預期有時候就會造成實際的結果 如果在市場裡面 我今天不要講蔡下柏頭 我講黃金 黃金 黃金很多在炒作 很多時候黃金價格的上漲下 尤其是這種投機性的產品 人的預期扮演相對來說重要的 有些時候產地的黃金的供量沒有變動 可是純粹是來自於預期 純粹來自於預期 有些時候可能廠地的供量也沒有變動 然後這個買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現在有工廠有新的技術 突然要使用大家的東西 沒有完全沒有 純粹是大家預期 如果大家都有一次的預期 買家覺得這個下個月黃金會上漲 賣家也覺得下個月黃金會上漲 大家預期一次的時候馬上今天就會上漲 大家預期下個月會上漲 結果是明天下個月就會上漲 今天下個月就會上漲 這個是在市場面的特別這樣 預期會有自我實現的能力 如果這個預期是買家賣家 大家都一致的時候 都一致看好預期會上漲的時候 那它就會自我實現 房子也是一樣 房子現在很重要的房子說 房子在房地市 房市場上有很多投資客 投資客就是投機客 他買房子要來做投機炒作的嘛 對不對 在過去幾年很多人都覺得房價會上漲 房價會上漲之後你就看到 雖然那個什麼 整個台灣的人口結構是少子化 然後經濟也沒有說很好 可是房價都上漲 因為大家都預期會上漲 現在的情況 因為這個預期沒有實際上的東西支撐 就是說你為什麼平常覺得房子會上漲 沒有道理啊 可是那時候就形成這個預期 所以房價就上漲 預期有自我實現的能力 好了 那就漲到後來這個預期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現在大家突然整個市場上的想法變 變成說覺得預期房價會下跌 房價會下跌結果會怎麼樣 如果整個市場非常一致的預期 房價會下跌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現象 買的人就不會現在進場 買的人就不會現在進場 所以需求一切會內益 那賣家呢 賣家會有所謂的恐慌性賣壓 這個可能 你們都聽一些股市老師在講過 恐慌性賣壓 或是經濟日報相關的套課 恐慌性賣壓什麼意思 我知道明年會跌 我現在趕快就把貨出出去 然後趕快就把貨出出去 這個叫恐慌性賣壓 大家都會怕明年會下跌 我是最後跑的 所以全部都在跑中的賣進去 我現在急著要賣供給線就會外 對不對 那買家也沒有要買需求線就內 供給線外需求線內 你就會看到另外一個相反的現象 這個就是房價就會下跌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預期會有自我實現的能力 無預期會有自我實現的能力 那所以如果你看到 回到我們菜價這個問題上 回到我們菜價這個問題上 台東來的以前 大家預期明後天菜價會上漲 所以買的會搶貨 賣的會存貨 結果就是需求線外移 供給線內移價格會上來 那價格上來後呢 我們通常考試的時候 會問另外一個問題 那需求量怎麼變動 這時候呢 正確的打法是 需求量呢 不確定 不確定 因為你看到供給線會內 需求線外移價格上漲 可是這個新的交易量 到底是跟原來的交易量一樣 還是稍微往右邊偏一點 或稍微往左邊偏一點 你不知道 要看哪邊的力量比較大 哪邊的力量比較大 所以新的點呢 新的交易點呢 來新的交易點在這裡 新的均衡點 價格上漲確定 可是需求量對下來呢 新的均衡數量對下來 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呢 不確定 不確定 所以QME是不確定 PME會上漲 OK啦 OK啦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 市場均衡變動 你們可能有多些題目的話 大概會有點概念 大概會有點概念 這個是比較特別 就是關於預期的變動 關於預期的變動 我們講的菜價 我們也講了黃金 我們也講了房子 尤其是我剛才會講的 房子的話 跟這個是相反的 那我們現在講 就是說我說房價的波動 從現在2016年 站在這個2016年的立場上 房價波動就剛好相反的 恐慌性賣壓快出來了 所以供給錢就會大量外移 然後需求性的很顯然 現在沒有要進場 需求性會內移 所以你開始看到房價在下雨 你開始看到房價會在下雨 市場上的預期大家都以示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快速一下 再快速一下 好 那我們最後關於均衡 我們最後來談一個問題 叫做市場均衡的干預 什麼叫市場均衡的干預呢 反正過去大家都有曾經聽過那個新聞 那個幾年前 胡須章一碗滷肉飯賣到多少錢 68還69塊 68還69塊 然後就有一些奇怪的人會說 這個胡須章是滷肉飯 滷肉飯怎麼可能賣到一碗68、69塊 奇怪點太痛快 一碗滷肉麵給人家賣到一百多塊錢 然後他就沒有意見 然後呢 那個 那個那個 頂太松賣到一百多塊 然後還有一些牛肉麵 牛肉麵有的牛肉麵賣到一兩百塊 那你也沒有意見啊 奇怪 結果胡須章很衰 滷肉飯就覺得他賣到一碗68、69塊 就有人主張 這個滷肉飯不能太貴 所以要給他管制 管制說價格不能超過多少錢 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價格管制 你常常看到這個現象 對不對 你看看到這個事情啊 比像我們現在舉例來說 三明治 阿媽星這邊有在賣三明治 這個三明治 那個 那個早餐廚房有在賣 早餐廚房 或是在主吃 適合多少錢 有沒有吃早餐廚房 不知道 大一點幾還不知道 我跟你說 那個隧道口出去 搞不好早餐廚房有個問題是 他要短很久 他要短很久 在你禮拜六的時間多的時候 你可以去那邊爬一層 還要等我耶 就是你那個隧道口出去 然後賣一位燈 賣一位燈不怎麼樣 然後再過去早餐廚房 早餐廚房以前很像還算可以 現在已經有點液晃 有點液晃 然後 他的火腿蛋吐司很像賣25或30 他可能很多人在吃 應該是25吧 我記得 美而美的火腿蛋吐司很像 好 三明治 火腿蛋吐司 如果今天有人說 火腿蛋吐司這個東西 是學生 每天早上都要吃這個東西 學生沒有賺多少錢 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所以 禁止他 他就只剩25塊錢 他如果今天要剩30塊錢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今天有這個事情 或者說 有人說 不要講25塊 有人說 因為現在是老天 有人說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呢 三明治 如果說今天有人說三明治 這個三明治 非常重要 所以呢 只能賣 15元 對學生來說太重要了 只能賣15元 這個就叫做價格廣制 這個就叫做價格廣制 好 那價格廣制會發生什麼現象 價格廣制你才會發生什麼現象 如果價格只能賣住原的話 你就買賣家來說 你在那個工區的這個線上面 你就會看到這個賣家來說 只能賣住原啊 所以他就不想賣那麼多的數量 對買家來說呢 哇 這個住原超便宜 所以這個人就跑去買了 那賣飯糰就倒楣啊 他本來這個飯糰一顆25塊錢 然後呢 現在三明治只賣什麼 就很多人從飯糰趕到三明治去嘛 我就從飯糰跑去三明治 所以 要買的人就會變多 要買的人變多以後呢 那就會發生什麼現象 如果我在這個圖上面來看 三明治 假設這是三明治的市場 S是三明治 這邊S是三明治 三明治 三明治的市場 如果價格限制只能賣15元 只能賣15元 那你就會看到什麼 現在這樣 賣想要吃三明治的人 突然變多了啊 想要賣三明治的 買三明治的人突然變多 賣的人呢 現在這麼便宜 就不想賣那麼多嘛 結果就會發生什麼 超額的需求 超額需求 就會有超額需求出來 就會有超額需求出來 我們說有超額需求出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現象 有超額需求出來的時候 理論上價格就會上 因為一堆要買 那賣的人不想賣那麼多 那買的人會怎麼辦 買的人就會偷塞錢給店家 拜託 賣給我好不好 本來一顆賣15元 我今天跟你講20塊 這個三明治先給我 就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價格就會上 可是因為現在有價格管制 有價格管制的話 價格就漲上去啊 所以就會永遠 停在這裡 永遠停在這裡 三明治就永遠都只能賣1200個 然後人永遠都會有八百個買不到 那今天八百個買不到怎麼辦 你就會看到一堆人去排隊 你就看到一堆人去排隊 然後排2000個人去排 然後最後八百個就在那邊浪費時間 最後他也買不到 所以價格管制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第一個你就會看到排隊了 你就會看到排隊 你就會看到排隊 台灣人很多人很喜歡排隊 不知道為什麼 有東西好就去排 然後排一排可能也買不到 排隊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可能大家時間多的時候 就絕無所謂 我去排隊嘛 還可以一點吧 可是你時間很貴的時候 你就很不想排隊 就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浪費生命 排隊這個是非常浪費時間的 可能就是你時間太便宜 才會去排隊 時間貴的時候你就不會去排隊 你那一個小時在那邊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排隊 除了排隊另外一個事情是什麼呢 請人幫你排隊 如果你時間很貴的話 就會請人幫你排隊 怎麼就要請人幫你排隊 就是黃牛 就是黃牛嘛 黃牛就是去幫你排隊 排隊幫你買到以後呢 你要給他錢啊 你要多給他錢嘛 對不對 你要多給他錢啊 你要多給他錢啊 所以這個就是黃牛 黃牛就是去幫你排隊 那可能一顆賣15塊 可是你說我給你5塊你幫我排隊 所以就變成是說黃牛呢 這個三十四對你來說 找不到你還是付一顆20塊的價錢 可是店家只算15塊錢 另外5塊給黃哥算 那這個其實是所謂同分配 對學生來說 你說三十四對學生來說 太重要的只能賣15塊 到最後不會只賣5元 最後還是買20元 你還是賣20元 只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15元是給店家 5元是給那個幫你排隊 所以這個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就會是很奇怪的事情 也就是真正生產的人 他撞到這個錢 有5元呢 是被那個黃牛賺走 對你學生呢 其實你還是付20元 所以你原本說 三明治太重要了 學生買三明治只能要 只應該花15元 最後你還是花20元 5塊錢給黃牛 我15塊給店家 那是不是沒有意義 對不對 沒有意義 另外一個情況是回扣 就是我剛跟你講的 你偷偷篩錢給店家 跟他說 不然 那個 你先賣給我 然後我給你算25塊 這個就是回扣 回扣 只是付的錢付一樣 沒有是付給台隊人 回扣是偷偷篩錢給店家 實際上你還是付20元 實際上還是付20元 除了回扣以外 當然就是變相加價 變相加價 那這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跟回扣差不多的意思 店家跟你說 來排隊的人呢 我為了讓你舒適 把椅子讓你在這邊坐 可是坐一張椅子 要收500元 那還是一樣 變相的加價 變相的加價 然後 最後一個情況就是不執行 就是沒有人帶給這個 沒有人帶給這個管制 沒有人帶給這個管制 然後廠商還是賣25塊錢 所以這個是價格管制會發生的問題 價格管制會發生的問題 所以如果市場上均能價格是20元的時候 你莫名其妙腦袋發熱說 這個三明治對學生太重要 只能賣數以後 我跟你說 最後這個管制反而會造成副作用 就像我剛剛講 學生你說這個學生沒錢很窮 所以三明治應該只賣15塊就好了 結果是最後他還是付20元 要不然就是他去排隊浪費 生命浪費時間 要不然就是他最後還是付20元 只是5塊是黃牛再賺 15塊是店家再賺 那這個沒有意義 或者說變成最後是變相加價 或跟本廠商不利 所以這個管制就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歷史上有個非常有名的管制 這個常常可以拿出來講的 這個是發生在20世紀上半夜的時候 這個巴黎的房租管制 巴黎的房租管制 那時候就是很多人說這個房子 這個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每個人應該都有自己的居住權 所以房租就必須要做管制 發生在20世紀上半夜 這個在20世紀上半夜的時候 他們就說這個 房租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要管制 那管制了以後造成怎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有套的需求出來 有套的需求出來 或者就是供服應求 供服應求 很多人在排隊 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找不到房子住 然後本來住在房子 因為他們那時候除了房租管制 管制他們價格的話 還給那個租客很大權 就是租客可以不用搬走就是了 如果你已經乘坐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搬走 所以本來卡到位子就卡到位子 那房東呢 房租應該受到管制 所以他在房客上面 沒有收到那麼多錢 對不對 沒有收到那麼多錢 他沒有收到那麼多錢以後 反正我房子擺在那邊 你就在那邊住 我也不能趕走你 如果你是很急安的房客 我也不能趕走你 然後呢 我也收你收到那麼多錢 但結果就是 房東沒有用去把房子 做任何的更新跟改善 任何的更新跟改善 讓那個多誇張 各位知道嗎 那個多誇張 不願意做任何更新或改善 在1946年的時候 有個統計是這樣子 1946年的時候有個統計是這樣 因為房租太便宜了 所以有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房東呢 也不願意做改善 然後也因為 房租太便宜了 所以就看到這個供應量 一直在這裡 沒有人願意新蓋房子 不要不願改善 不願改善 然後也不願改善 然後也不要增加新的設施 也不想新增 不願改善跟新增房屋 那結果呢 在1946年的時候 我說就有一個統計是這樣子 他說呢 巴黎的房子呢 非常的離譜跟誇張 怎麼離譜跟誇張呢 有82可證的房子呢 是沒有浴室 沒有浴室 沒有浴室 然後呢 有超過50%的房子 是沒有测 沒有测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巴黎 我記得我跟大家講過了嗎 很多人 台灣人莫名其妙 覺得巴黎是個浪漫的地方 然後大國巴黎 巴黎很好浪漫 所以我說 我跟你說 巴黎人很髒的嘛 對不對 我跟你說 大國也很髒嘛 在17、18世紀的時候都不洗澡 到1946年的時候也是一樣 然後房子呢 82%是沒有浴室 所以你就很難洗澡 所以其實巴黎人很髒 然後50%沒有廁所 50%房子沒有廁所 那你還想像 就在巴黎這種地方 一半的房子沒有廁所 82%是浴室都沒有 所以其實巴黎人很髒 一點都不浪漫 所以台灣這個想像不知道怎麼來的 很臭猛猛 就是巴黎人很髒的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就是價格管制造成的問題 這個是價格管制造成的問題 價格管制造成的問題 價格管制造成的問題 那除了這個價格管制呢 還有另外一種管制叫做數量管制 一種一種情況叫做數量管制 叫做數量管制 數量管制呢 是說譬如說今天我們莫名其妙 政府說了一個說這個山明治是重要物資 這個山明治會耗費一些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重要的物資 這個物資不應該浪費在吃上面 應該有更有用的用途 Anyway 我曾經有做這種管制 也像說我管制那個管制進出口 我管制進出口 這個美金是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不可以把美金拿出外面賣 用掉 所以就管制什麼管制出國 管制出國 好像這種東西 那假設我現在數量管制 管制三明治 我說三明治呢 這個呢 你只能賣5100格 假設這個交易量是 這個是每天的交易量 如果我今天進行數量管制 說這個三明治太重要了 每天只能賣1,100格 那會發生什麼現象 這樣又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現象 從1,100格來結段下去 所以呢 價格就會分佈在可能30到12之間 然後分佈在30到12之間 然後最多的交易量 就是每天整賣1,100格 每天整賣1,100格 然後價格可能 1的是30,1的是12 就是在這之間 我看賣家的力量比較大 還是買家的力量比較大 這個是數量管制 不過這個比較少見 通常我們常看到的討論價格管制 你看新聞都會有些奇怪的討論 比如說無需大販 主動販太貴了 不能超過什麼價格 政府應該要介入這種現實價格 比較常見 好 對於這個市場券的分析 最後要跟大家談一個比較一個概念 這個叫做物以稀為貴的概念 也就是說過去很多人對於這個價格 有一些錯誤的想像 什麼意思呢 他們說一個東西的價格 就表示東西的價值 東西對人的價值 東西對人的價值 一個東西很貴 表示這個東西對人非常重要 一個東西很便宜 表示這個對人無關重要 過去曾經有很多人這樣子以為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不會這麼覺得 可是曾經有很多人這麼覺得 可是這個市場的券分析過我們說 價格跟事情的價值是兩件事情 事情的價值是兩件事情 等於我這樣講 這個水對人重不重要? 重要 可是價格很低 在台灣水的價格非常低 可是對人非常的重要 那個名牌包呢? 名牌包對人重不重要? 名牌包的價值是什麼? 名牌包的作用是什麼? 上面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名牌包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license而已 跟人家講我很有錢 買一個我很有錢的執照 買一個我很有錢的執照 這個對很多人來說是沒有價值 可是對手銘工不好的人 就想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很有錢的人很有價值 跟水來講當然不能比 可是名牌包很貴對不對? 所以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跟供需有關係 水對人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需求可能在這裡 可是相對來說呢 它的供給非常多 所以它的供給非常多 可能在這裡 可能在這裡 所以結果就是什麼? 結果就是水的價格非常的低 水的價格非常的低 那名牌包這種東西呢? 名牌包這種東西呢? 可能對人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一點都不重要 可是當然有些人需要這個license 需要說我很有錢的這個license 然後呢 可是供應也很少 供給也很少 供給也很少 所以它就造成價格非常高的減價 所以價格的高低 其實重點在物理稀為貴 是取決於供需 而不是商品本身對消費者的重要性 這個是最後要再補充的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就在這邊把供需的負責 然後把供需的那個分析稍微 讓大家有個基本的概念 有個基本的概念 有沒有問題在這個部分? OK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先暫時休息一個10分鐘 暫時休息一個10分鐘 我們要繼續上課 剛剛下課的時候 有朋友來問我這個管制的問題 就是說有在說 如果我價格管制是15塊錢的時候 他會問說 既然需求的有2000個人 為什麼賣家只願意賣1200個人 那我再跟大家再說明 就是說這個供給線呢 表示說在其他負責店的情況下 給定不同價格 賣方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供給線背後代表很多廠商 就是說供給線為什麼是正協率的呢 這個我們在後面供給的部分 我們會仔細的講 這個後面跟廠商的成本決策有點關係 可是你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這個角度可能比較簡單 我們照廠商的成本決策的時候 我們會再講 這個供給線或者是正協率的 跟廠商的那個極大化 他自己的利潤有點關係 如果說今天價格所有15塊 對他來說 他就是賣1200個 對他來說最不利 他不會願意多買 他不會願意多買 這個後面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15塊的時候 他就只會賣1200塊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來想 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可能比較簡單 對我們來說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可能比較簡單 你可以想像說 市場上有很多家三明治的供應商 三明治的供應商 各家的生產效率都不一樣 生產效率好 他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在賣 生產效率不好的 他必須用比較高的價格來賣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價格限制者賣15塊錢的時候 市場上那些效率比較不好的廠商 他能不能在市場上存活 不行 在這時候就只會有那些效率比較不好的廠商在賣 那每天廠商 你想像說他的生產能力有限 對不對 他生產能力有限 你要他多賣的話 可以他就要附加班費 他附加班費 結果我覺得他的成本會上升 所以15塊之後他可能你不會願意 也不會願意 所以如果第15塊的時候 限價15塊 公里先跟我說 市場只有願意供給量是1200 你可以這樣講 這時候就是只有那些效率好的廠商會出貨 那效率不好的人 他當然就不會願意來 結果就是 市場上供應量就只會1200 排隊的人有1000個 那大家排隊排半天就會有800個人 最後的難度到 你這種情況下 主要是價格上漲 價格上漲後沒有效率的廠商就會 就慢慢陸續進來 所以陸續進來後 價格上漲陸續進來 那供應量才會增加 供應量才會增加 所以價格管制 有些時候他就會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造成這樣 市場上願意賣的人不多 你如果管制一個這個 我們說這個價格千花板 就會不多 就會賣的就不多 價格上漲後願意賣的人就會變多 賣的人就會變多 供應量就會增加 然後如果是有炒的需求 所以這樣子解釋OK嗎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理解 供給就問為什麼是正前率的呢 我們會在那個場供給的部分 大概就是下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後我們會來談這些問題 所以有沒有其他問題關於這個 沒有的話我們接下來要來講彈性 我們接下來要來講彈性 需求彈性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 我們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出發 這個問題是這個樣子 我相信各位可能在高中的時候 都有在原油會上賣過紅茶 賣過紅茶可能有賣過有沒賣過 Anyway 想像你現在賣的是紅茶 我們不要講說原油會紅茶 想像你比較高漲 那個先茶道 你是先茶道老闆 再賣那個綠茶那邊 綠茶一杯二十塊 綠茶一杯二十塊 想像你是先茶道老闆 你現在賣綠茶一杯二十塊 那想像說你一個早上 你一天一個早上你可以賣掉 一個早上賣二十杯 這樣子 沒有關係我們做假設 假設說你一個早上賣五十杯 五十杯紅茶 然後呢 假設你是那個輕者 一天賣二十杯 一個早上賣二十杯 你可能對這個數字不滿意 不滿意 你說這個賣的數量太少了 那通常 我們那時候在談需求線的時候 需求線我們說是 其他Clip變下的話呢 價格跟 價格跟那個買方的需求量呢 需求量的成反向變動關係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一定BOLLEM 你在高中的時候也知道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我如果東西要賣得少廢的話 我當然要砍價 可是我要跟你說在食物上 你要把東西賣多 你知道要砍價 可是重點從來不在這個地方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現在是先查到的老闆 一杯常賣二十杯 一個早上賣五十杯 你可能不滿意 通常大家直接的聯想到就是 那麼好就打折 對不對 很多做生意的人 對這樣都不滿意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直接就是打折 可是我要跟你說 打折不是永遠都是最好的策略 我知道供給跟需求是反向變動關係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火價格砍下去需求量就會增加 可是重點的問題從來不只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如果你說你現在這個東西不滿意 然後你直接做好是什麼 打九折 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的話就是打到五折 那我說打九折 打九折就變成十八塊 變成十八塊 那我為什麼說通常重點不在這裡 我知道打九折十八塊 東西會增加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可是問題的重點在哪裡 問題的重點是從來都在會增加沒有錯 可是從來都在增加多少 從來都在增加多少 如果我今天打九折 我一定知道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比如像先打到旁邊是什麼 那個輕率 再過去一點有那個五十欄 如果輕率跟五十欄同樣跟你打九折 那of course你這個量不會增加 可是如果輕率跟五十欄沒有打折 只有你打九折 有時候也不見得你要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 你知道如果五十欄跟輕率都沒有打折 對你打到十八塊 價格會 數量會增加 可是重點在增加多少 如果它增加到五十二倍 請問你該不該打這個折 不應該 為什麼 什麼價錢比較少 P乘以Q會比較少 如果你一杯拿二十塊賣五十杯 一個折到你是賺多少 你是收入是一千塊錢 如果你打九折 結果它只增加五十二的話 你收入會是多少 你會小於一千塊錢 對不對 你會小於一千塊錢 可是如果你打折 下去它變到六十的話 好像要變到六十杯 請問你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你就要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你如果增加到六十倍的話 你就會增加大於一千塊錢 對不對 你的增加量就會大於一千塊錢 所以我今天說要打折總 總的來說不見得是好的策略 不見得是好的策略 那個我記得我去年還是前年 有碰到一個EMBA的學生 EMBA的學生在公司的時候 EMBA那個學生在百貨公司 他就是做百貨公司的 反正就是負責行商那邊的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跟這個問題是類似的 他就說台北的百貨公司 他在台北的百貨公司 他就台北的百貨公司 這個每年到冬天都會做那個週年慶 週年慶都會大打 那從以前到現在 每年都會做週年慶 反正做到後來 很像大概就變這種業界的習慣 可是他做到後來 他就開始在想這個問題 他就說我做這個週年慶 到底有沒有意義 他就說做週年慶 他很有可能會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這樣子 第一個效果是你做週年慶 你在冬天做 因為你每年都會做 所以秋天的人就知道 中天會週年慶 所以你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都會有這個 你爸媽大概都有這個 你爸媽大概都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百貨公司 冬天會打折 所以如果秋天你有衣服要買的話 你會現在就買了 不會 你會說等到週年慶的時候再來 對不對 大家就會做到這種想像 那同樣的 如果今天有週年慶 可能有一件衣服是你週年慶 過了以後你才會買 你知道週年慶現在有週年慶 你就要搶在現在來買 所以他就說 他就發現做週年慶後來有個效果 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有可能是把本來 秋天跟隔年春天的買氣 移轉過來而已 他有可能就是這個樣 他說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即便移轉過來了 可能因為你打折 你可能還是會增加點效量 可是呢 總體增加的效量可能並沒有太多 可能並沒有太多 很有可能你做週年慶就是20 打折打9的到18段 增加的效量就猛墊 變到52度 所以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那不過因為他 後來沒有答得很好的 他後來沒有答 因為這個 要答這個問題呢 你要涉及一些比較複雜高段的 統計的技術 統計的技術 還可以算出這個東西來 他沒有答得很好 所以他最後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可是我要跟你說的呢 實際上在做誰的時候 這個才是關鍵的主謀問題 不要亂打折 想說我東西賣不然我就打折 結果打折下去呢 很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 你賣的一單位的肝價已經變低了 結果你塑膠的量沒有變得太多 通常這個才是你的關鍵問題 才是你的關鍵問題 那彈性這個東西呢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觀念是彈性 我們先來從需求面的彈性講 我們大概也只在講需求面的彈性 東西面的彈性 大概也是類似的概念 需求面的這個彈性呢 基本上就是在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講這個彈性的概念 這個叫on pricey呢 就是有裡面需求線的價格彈性 需求面的價格彈性 他就是在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他會跟你說什麼呢 跟你說你的這個需求線呢 到底是你砍了久了之後呢 需求量只會增加一點點 還是你砍了久了以後呢 增加的需求量會增加一大堆 基本上彈性就是一個概念在砍 這樣就是問題 所以我們來談談他的方式 他的方式 哈囉 哈囉 他的方式 這個我現在很大 哈囉 哈囉 OK 好 後面的聽得到 後面的聽得到 這個麥克風 OK好收音可能沒有那麼好 需求面的公式呢 基本上長這個樣子 需求面的公式長這個樣子 我們通常呢 會用H5D來表示 那個 home price is relative of demand 這個需求的自己價格的需求彈性 我們會用H5D來表示 他的概念呢 分子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分母呢 是價格的變動率 他討論的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有一條需求線的時候呢 他討論的是說 當你價格下降一個percent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Q呢 會增長多少percent 他講是說 當你價格平均變動一個percent的時候呢 需求量呢 會變動多少percent 所以分母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這個需求線在走 分子是價格的變動率 就是平均每下降或增長1percent的價格的時候呢 需求量會變動多少percent 這個叫做需求彈性 H5D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個數學的公式來談他 你可以這樣來理解 上面是需求量的變動率 三角形 三角形Q是Q的變動量 Q的變動量除以Q 底下呢 是價格P 這個是三角形P 除以P 價格的變動率 價格的變動量除以價格 所以就是價格變動率 上面是需求量的變動量除以需求 所以是需求變動率 注意一點哦 韓性他討論的都是變動率 對變動率 也就是他討論的是 percentage change to percentage change 所以需求量的變動率 討論的是percentage change of demand 所以是三角形Q除以Q 底下是價格的變動率 是percentage change in price 所以是三角形P除以P 所以總的來說 他討論是說 當你每價格每變動1percent的時候呢 你的需求量會變動極限 是這個樣子 然後通常呢 我們彈性的時候呢 會討論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變動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三角形呢 改成小D 我相信你們在 實習課的時候呢 都有談過微積分 都有談過微積分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三角形的Q呢 變成小D的Q 表示說變動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三角形P呢 也可以變成這個小D 那個小D的P 表示那個極微小的變動 所以我們做一個rearrange 就變成是 底Q除以底P 乘上P除以Q 對吧 就是做變動 把三角形的Q變成小D的Q 三角形的P變成小D的P 然後變成是 底Q除以底P 然後乘上P除以Q 好 那因為我們都是在 討論在需求線上的移動 所以底Q除以底P是什麼意思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什麼 它是在講需求線上面做極微小的時候的變動 的時候呢 當P做一個極微小的變動之後 Q會做一個極微小的反應 或是怎麼一回事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什麼 你把這個東西導數過來 導數過來 這個東西導數過來就變成是什麼呢 底P over 底Q啊 底P over 底Q 是什麼東西 需求線的斜率 需求線的斜率 所以底Q over 底P乘上P除以Q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1除以斜率 這個斜率呢 只是是需求線的斜率 再乘以P除以Q 所以這個東西呢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彈性 這個東西就是彈性 寫到這邊 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畫幾個圖來 討論你們就會知道什麼是彈性 就會更清楚什麼是彈性 我們來畫幾個圖 我們來畫幾個圖 譬如像說 我現在給你這個圖 假設你現在面對那個產品 這個是 面對兩個產品 兩個產品 某一個產品是A產品 它有一條需求線是底A 另外它一個產品 它的需求線是底B 兩個產品呢 它交在哪裡呢 交在C點 C點 交在C點 所以C點呢 有一個價格P 同樣也有一個數量Q 我們把它放入星星 好 C點上呢 D A跟D B兩個需求線交在一起 所以我會跟你說 在C點上面呢 你可以算兩個 At the point C 你可以算兩個需求彈性 一個是A產品的需求彈性 一個是A產品的需求彈性 在C點上面 A產品的需求彈性 另外一個是B產品在C點上的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呢 一定是負的 價格的需求彈性一定是負的 為什麼是負的 因為價格跟需求量的產向變動關係 所以你這個slope 斜率一定是負的 dQ、dP講的是什麼 當價格增加的時候呢 數量會減少 當價格減少數量會增加 所以dQ、dP一定是負的 所以需求彈性的值一定是負的 我現在取絕對值 來 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在C點上 你可以看到有兩條需求線交錯而過 所以在這上面 你可以替這兩個需求線算兩個需求彈性 然後給它取絕對值 好 我要問的問題是 所以哪個值比較大 來 你想一下哪個值比較大 你可以回想一下公式 看一下公式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定義 所以哪個值比較大 哪個值比較大 A還是B 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B 對 你答對了 B B比較大 為什麼B比較大 你可以看定義 需求量的變動率除以價格變動率 彈性A集中B講的是什麼意思 平均價格免變動1%的時候呢 需求量增變動的比例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同樣在C點上面 當你價格下降1%的時候呢 誰的變動量比較大 B的變動量比較大 它會來到QB A的變動量呢 它只會來到QA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B的變動量會比較大 所以B的需求彈性 A雄DB呢 它的算算的值會比A雄D A算算的那個絕對值 還要來的大 另外一個看法是 E除以斜率 對不對 E除以斜率啊 所以B比較平坦 它的斜率比較小 那當然E除以斜率它就比較大 那A的話呢 它比較陡 斜率比較大 E除以斜率呢 它值得比較小 這是這個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圖 這些圖呢 都可以增加大家對彈性的理解 假如我現在呢 有一條需求線 這個需求線呢 很特別 它是一條直線 這是一條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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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在直線上面呢 取三個點 取三個點 分別是 這個 A點 然後B點 B點是中點 中間點 Middle Point 中點 中間點 中間點 然後呢 還有一個C點 根據這三個點呢 你可以在這三個點上面呢 算出 算出 三個彈性的值 三個彈性的值 分別是 A雄D B 然後 At Point A 然後呢 A雄D At Point B 然後呢 一個是A雄D At Point C 然後一樣 給它取絕對值 因為需求彈性的 算出來的 它已經是負的 所以我給它取絕對值 好 這個是一條直線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算出來這三個彈性的值 請問 請問 這三個彈性的值 它們會相等 還是不相等 相等 相等 確定 確定 邪律一樣 可是彈性的定義是 依罪、邪律、整套、依罪、依罪 好 這個很多初學者在這邊都會有這樣的錯誤 因為彈性呢 基本上它這個觀念不是很直觀 因為它討論是需求那樣的變動率 除以價格變動率 所以我以前在學的時候呢 也常在這個地方犯這個錯誤 一條直線畫下來在這個直線上面取三個點 我跟你說它的彈性的值是怎麼樣 它的彈性的值會不相等 為什麼不相等 它的邪律是相等的 它的邪律是相等的 彈性的值是以處於邪律 可是它還有另外一塊叫做P除以Q 它還有一半叫P除以Q 所以一般來說 我會覺得彈性是跟你講什麼 彈性概念上是確實跟你講說 你所面對需求的線是總還是平坦的 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仔細推掉它的功能 它除了邪跟斗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塊叫做乘以P除以Q 所以在直線上 A、B、C這三個點 因為是直線所以邪律相等 可是它的P除以Q是不相等 所以我會跟你說 在這三個點上面 算算的邪律的值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個需要注意 很多書學者 包括我以前在學的時候 都在這邊有出過這個錯誤 有說這個錯誤 那這是因為邪律這個概念 不可能不然 那你要注意 因為它是一處以邪律成一處以Q 理解嗎 這三個點的彈性的值算算不一樣 第二個問題 一樣在這個 如果這三個點的斜律 直線算算不一樣 請問誰比較大 A 然後呢 B 然後C 對 它彈性的值 彈性的值呢 是A比較大 B 然後C四肢 C四肢 為什麼 一樣 同學也來看 彈性的值 E除以學律乘以P除以Q 在A這一點呢 它的P除以Q是最大的 然後C這一點呢 它的P除以Q是最小的 它的P除以Q是最小的 所以它的彈性的值是 A的彈性值最大 然後B次之 然後C最小 理解嗎 一樣 我來看這個公式 我來看這個公式 另外一個理解辦法是 你回來看這個定義 所以彈性討論的是什麼 需求量的變動率 除以價格的變動率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重新轉於這邊來看 你在A點上面 你在A點上面 你想像 如果它今天價格下價 坍掉一塊錢的價格 它這個是負協率的 所以它跟你說 坍掉一塊錢的價格的時候呢 那個需求量會增加 假設我們說它增加C 增加C單位 同樣的 在C這點上面呢 如果你給它坍掉 坍掉一塊錢 它增加量呢 一樣也是增加C單位 為什麼 因為這是直線 所以斜率是一樣 在A點上往下坍掉一塊錢 增加C單位 在C點上面坍掉一塊錢 同樣增加C單位 可是我要跟你說的是 彈性價格是變動率 所以在A點上面呢 它坍掉一塊錢的時候呢 對P本身的這個變動率來說 是大還是小 是小 對不對 因為它現在價格很高 坍掉一塊錢 它變動的percentage 百分比是非常的小 那它現在的量呢 非常的低 所以它增加這個C呢 基本上是增加一大部分的比例 在C點上面呢 因為它價格已經非常低了 你往下坍掉一塊錢 這個變動的比例非常的大 增加C單位 因為它的量已經很大 增加C單位只有一點點 所以你就會知道 在A點上面 跟在C點上面 雖然斜率都是一樣 往下坍掉一塊錢的時候呢 增加的都是C單位 可是在A點上面呢 這個往下坍掉一塊錢的比例比較小 在C點上面呢 往下坍掉一塊錢的這個比例比較大 所以相對來說在A點上面呢 平均每變動一當 平均每變動一個百分比的這個價格 你所對應增加的這個百分 對應增加這個需求量的百分比 會比較來的大 那在C點上面呢 平均每變動1%的這個價格呢 所增加的變動的需求量的變動比例 會比較小 所以你則可以這樣來理解 這個東西呢看起來不直觀 這個彈性的觀念看起來不直觀 因為它討論的是變動 percentage的變動 理解啦 這個東西你仔細推敲啦 如果你搞清楚的話 你對彈性的這個概念呢 你就會比較有深刻的理解 比較有深刻的理解 那拿B這個圖來給大家呢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以談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以談的意思是這樣子 即便是一條直線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上 直接這個需求線是一個直線 然後呢 這是一個產品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的情況下呢 彈性的值都會不一樣 彈性的值都會不一樣 這個是個重要的概念 即便是對同一種產品 有些時候呢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 一樣你的價格非常非常高 跟價格非常非常低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的時候呢 彈性的值有可能會不一樣 還是有可能會不一樣 這個是個重要的觀念 跟大家強調一下 跟大家強調一下 好 不過呢 我們在食物的市場上呢 還是會有一些特殊的例子 我們在市場上呢 可能還會有一些 存在一些特殊的例子 這些特殊的例子是什麼呢 它的彈性的值呢 不論在任何的價格區間之下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比如哪些呢 我們先這樣來畫 來 如果我今天看到一個 一個市場 它的需求線呢 長這個樣子 它的需求線長這個樣子 請問 它的彈性的值是多少 它彈性的值是多少 相反 無窮大 無窮大 它彈性的值呢 是無窮大 無窮大 你可以一樣回歸到這個定義來看 這個定義是講 需求量變動率 除以大核變動率 所以它是水平線的時候呢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如果你漲價 漲價一點點 你的步客全部都會跑掉 全部都會跑掉 所以變動率無窮大 是這個意思 水平線的時候呢 需求量 那個需求的彈性呢 是無窮大 需求的彈性無窮大 食物上有可能有碰到這種情形 這個叫完全競爭市場 這個我們在 在那個想到供給線的時候呢 就會再講這個東西 廠商決策的時候會講這個東西 好 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我是垂直線的話呢 我是垂直線的話呢 請問需求彈性是多少 需求線如果是垂直線的話呢 請問需求彈性是多少 0 這個就是0 這個就是0 這個就會是0 這個就會是0 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是0 一樣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地方 當他價格變動一點點的時候呢 當他價格變動一點點的時候 需求量不會變動 價格變動很大的時候呢 需求量也是不會變動 所以這個是0 這個是0 這裡大概有個概念 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的值越接近0的呢 表示需求線在那個價格區間的值以貌向 在那個價格區間那邊呢 他會更懂 那需求彈性的值越大 在那個價格區間的時候 彈性的值越大 一般來說 他就會越接近水平線 越接近水平線 是這個意思 好 他有一種特殊的例子 他有一種特殊的例子 是他需求曲線呢 他是曲線 他是曲線 可是他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還是永遠都是 在不同價格區間下呢 還是都是一樣的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不過呢 這個是數學上的一個遊戲 讓大家知道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有一種需求線呢 他是曲線 不是剛剛那個垂直線或水平線 可是他需求彈性的值呢 還是常數 如果你今天的這個需求線的那個公式呢 長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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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需求彈性呢 也會都是一個常數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上呢 都會是固定的 都會是固定的 我們很快的證明是 A 雄 D 我說過A 雄 D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東西 公式帶進來 底Q除以底P 乘上P除以Q 然後底Q除以底P是什麼 已經給你式子在這邊了 所以是負P的負2 然後乘上P Q是什麼 Q是P的負1把它帶進來 結果是會互相消掉 會等於負1 會等於負1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線呢 長這個樣子的話呢 你這個需求彈性呢 你這個需求彈性呢 就是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下呢 都會是一個常數 都會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負1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比較特殊的例子 OK 好 那所以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 希望這幾個圖能夠幫助你去理解 需求彈性長什麼樣子 幫助你去理解需求彈性長什麼樣子 作業有些題目 就是花條線給你 叫你去推算出需求彈性 需求彈性 所以你可能要把這些公式熟悉 熟悉這個公式 然後在這幾個圖呢 有比較清楚的概念跟理解 比較清楚的概念跟理解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 那個 談談食物上的一些問題 食物上呢 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瞭解你的那個需求彈 在實際上在做生意的時候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你所面對的事長是什麼 我知道你所面對的事長是什麼 那食物上呢 怎麼去找出你的那個需求彈呢 通常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個通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可以大概跟你說 大概的概念是 基本上都是通過歷史資料來找 通過歷史資料來找 我在研究所的課有在講這個東西 只讓透過歷史的市場教育資料 去抓出需求線來 去抓出需求線來 所以呢 在食物上我們找需求線 我們是從歷史資料來找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什麼事情呢 是需求線 雖然在概念上來說 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 需求線可能是一條 一條線 然後呢 它在 應該是會在 好幾個價格區間裡面 都會有 都會有資料 就是說你知道說 它是對不同的價格之下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理論上它是應該 對不同的價格區間 你都應該能夠找到資料的關係 可是我要跟你說 實物上 因為我們是透過歷史資料來找 那歷史資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透過歷史資料 我可能去做 根據好幾年的觀察 然後看到說 比如像我賣東西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的時候呢 最後的成交量是多少 當然最後成交量 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當價格變動的時候 可能其他平素也會變動 所以成交量怎麼會不一樣 那我透過一些先進的方法 我可以把那些 所謂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 給它控制住 抓出說 假設其他因素不確的情況下 過去不同的歷史資料的 那個歷史不同的成交量上 可是呢 還是有個局限 這個局限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如果我透過過去的歷史資料 說 比如說 給近不同價格 成交量是多少 然後我控制其他因素 我其實也只會 掌握到 一小段價格區間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你想像 如果你今天是泡沫紅茶店的老闆 你想要知道 你的那個泡沫紅茶的這個市場需求 長什麼樣子 你怎麼去抓 你可能透過過去的歷史資料 那假設未來這個變動也不會太大 你透過過去的資料知道說 比如說你20塊的時候賣多少杯 18塊的時候賣多少杯 16塊賣多少杯 22塊24塊25塊賣多少杯 然後假設當你在這些調整價格 都其他因素沒有變動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抓出一條需求片來 可是呢 你不會有這種資料是說什麼呢 是說如果你一杯價格只賣1塊 一杯價格只賣2塊 跟你也不會有那種資料是說 你一杯價格賣100塊 一杯價格賣120塊 你的需求量是多少 你不會有這種資料 你不會有這種資料 所以一般來說在實務上 我們對需求線的理解呢 通常只能夠抓到一小段 我只能夠抓到一小段 可是話說回來呢 即便是這麼一小段 在我在同志必死你時的判斷上呢 其實就很有用 很有用 所以 雖然我們有說到 理論上對同一種產品 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需求財品其實是不一樣的 可是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只會抓到一小段的需求線 所以通常在實務上呢 我們有些時候會用 這一小段需求線的需求彈性 來給我們說 所以我所面對的市場長什麼樣 通常我們會用需求彈性這個值 來幫助我們理解需求線 也就是說我通常 在說你面對市場是什麼呢 你面對需求線是什麼呢 我可能不會真的 把一條需求線的方形都抓出來 我可能只會去抓說 OK 所以需求彈性的值是多少 實務上是常常用這種 用這種 實務上是常常使用 使用需求彈性的值來解釋 這個需求線 面對需求線是怎麼樣 可是呢即便是這個樣子 怎麼在實務上抓出 算出 估算出需求彈性的值 我跟你說 非常的不容易 這個非常不容易 這個可能要到碩斑或博斑 的那個統計計量的技術 統計技術你才可以抓到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沒有這個訓練那怎麼辦 怎麼辦 去買顧問報告 我跟你說 有些那個公司的顧問報告呢 外面有些顧問報告 他們就是在算這個東西給你 你賣不同的東西 這個資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雖然顧問公司都會算 可是呢我會跟你說 顧問公司賣這個報告的人 非常非常貴 非常非常貴 除了說因為生產這個報告 你需要高深的技術以外 也是因為說這個報告很值錢 很值錢 這為什麼我們要講彈性 因為這個以後 如果你去外面大公司工作的時候 你們公司可能會去買這個報告 你們會去買這個公司 你不能說這個報告買了很貴 就看不懂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就了解 就白話就了解 這個報告真的很貴 所以 顧問報告會幫你算 那可是呢 有些時候是這樣子 會有一些學者 針對一些重要的產品 會幫你算 有些 像電力 像航空 像水 他有些 有些重要的產品 像以前 我會看過人家算道理 這些東西 經濟學家會幫你算 我會幫你算 那可能就有一些公開資料 就可以去找 不過針對 如果你們自己公司 要賣的特殊的產品 很多時候呢 你可能來到去買貨問報告 那如果很遺憾呢 你這間小公司 沒有貨問報告怎麼辦 你可能可以憑一些 直觀的因素 來判斷說 這個需求的貨問報告 會是大還是小 你可能可以用一些直觀的辦法 來做判斷 當然沒有辦法直接給你直啦 可是呢 你可以做一些判斷 你可以做一些判斷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談這個東西 如果很不幸的 你沒有辦法買上貨問報告 你怎麼去判斷你所面對市場的 需求貨問報告 你可以來算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呢 the ability of the record the direct subject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賣的這個東西 替代品的多寡 是決定需求彈性的值 大或小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這個可以直接去理解求 什麼是替代品 譬如像說你今天早餐吃三明治 對不對 替代品是什麼 你可以選漢堡 可以選飯堂 可以選擔當漢堡的粥 你可以選香蕉 這些就是它的替代品 早餐的替代品 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去理解啊 如果你今天對三明治來說 它的替代彈性的值是大還是小 替代彈性的值是大還是小 它相對來說替代彈性的值就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它替代品很多 那同樣的我跟你說 如果你比較是水 自來水 自來水的替代品多不多 你總不能把汽油拿來當水 對不對 自來水的替代品多不多 你要洗碗不能用汽油啊 對不對 你要洗碗不能用汽油啊 它找不到其他替代品 所以自來水這個東西呢 它的替代品 它的替代品少 相對來說 它的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小 它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小 替代品多的呢 它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大 這是一個可以看算的關鍵 好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設我現在呢 來跟你說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我來算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我這個東西是有去算的 有去算的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那我跟你說 兩種機票 一個是呢 歐洲 歐洲內部的航線 一個是美國國內線 歐洲內的航線是指什麼呢 比如像說巴黎到柏林 巴黎到倫敦 巴黎到馬德里 像這種就是歐洲內的航線 美國國內線是什麼呢 比如像波士忿到紐約 波士忿到華盛頓 波士忿到亞瑟蘭大 這樣這些叫做美國國內線 來 再來我問你 機票的需求彈性的值 請問是歐洲的內部的航線 歐盟內部的航線來的大 還是美國國內的線來的大 歐洲的線大 為什麼 直觀 直觀 好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歐洲比較密集 你的答案是對的 這個直觀很不錯 是對的 歐洲內的彈性的值是比較大 美國國內線的值是比較小 直觀的判斷是什麼 你去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從巴黎到柏林 從巴黎到柏林 你有幾種交通工具可以選 坐飛機就在機票 還有沒有 高鐵 我把這個問題在那個什麼 那個國際學生那個班上 我直接去問他們 大家都能不能打得出來 因為很多歐洲人 真的就知道情況 從巴黎到柏林 你有很多交通工具可以選 你至少有飛機跟高鐵 那在美國呢 巴黎到柏林那個距離 差不多像是 柏林到柏林到華盛頓 柏林到華盛頓 你有幾種交通工具可以選 有這種飛機 當然你可以開車 開8個小時 那從巴黎到柏林開車 也差不多是8個小時 不過巴黎到柏林它有高度平路 高鐵 有高鐵可以坐 那 柏林到華盛頓沒有高鐵可以坐 所以直觀上是歐洲的內部航線的彈性的值會比較大 而美國國內線的彈性值會比較小 來人家實際算的 2007年的數據做出來的是 歐洲國內的這個需求彈性是-1.30 然後美國呢是-0.83 這個就是有公司免費幫你算 幫你算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國際航空協會 這個IATA 這個IATA他2007年的時候請顧問公司算的 請顧問公司算的 這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航空業是 航空業我一直是蠻尊重航空業的 國際航空業基本上是個非常進步的產業 常常都有一堆先進的技術 不斷經濟求精 相對來說像什麼 核能啊這個產業我就覺得很陸陸的 好陸陸的 相對來說那個航空業他們就有進步 所以他會去算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會公布出來 然後也會一直做自我改善 所以他們就有算這個東西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他們就有去算這個 所以你看到這個判斷基本上是有用的 歐洲的內部航線是負1.3 然後美國國內線是負0.83 那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是這樣子 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我們說呢 這個替代品的多廣 會告訴你那個彈性的值是多還是小 那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是這樣子 這個特殊的情形是說呢 這個消費者呢跟廠商 跟廠商打包票說 我呢雖然有很多的替代產品可以選擇 可是我只會選你這家的產品 這是一種特殊情形 所以我拿出來講 在這種特殊情形下呢 因為消費者已經跟廠商打包票 是說我絕對不會去選擇其他家的產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的彈性的值呢也會非常小 也會非常小 我上角力可能覺得很抽象 所以我們直接拿例子來說 來 有哪種情形是這種 消費者跟廠商打包票說 我絕對不會選過其他家的東西 有哪種情形是這樣子 我講的不是自來水 自來水是他本來就沒有其他的替代品 自來水他本來就沒有其他家 汽油這個本來也沒有其他替代品 如果你要開車就只能用汽油嘛 不可能加水嘛 當然基金進步以後 你可能可以選別的東西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是比較 另外一種情形是 這個消費者跟廠商打花名子說 我絕對不會買其他家的產品 有哪種情形是這種情形 什麼 手機 為什麼 蘋果的手機 然後呢 一大堆中職顧客 OK 可是這不是我要講的 因為雖然有很多中職顧客 可是他其實他還是有這個辦法去選神獸 我想是更嚴格的限定 簽訂合作協定 簽訂什麼 合作協定 OK 這可能是一個例子 可是我要講這個例子是這個樣子 它是一種隱性的合作協定 我這樣講 我直接把答案公佈 這個情形是這樣 你要去買噴墨影表機的時候 對不對 噴墨影表機有很多廠牌可以選對不對 HP Canon Ephicent 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可是呢 有個情形是這樣 如果你買了HP的影表機以後呢 請問你要換墨水夾的時候 你會不會用Canon的墨水夾 不會 你會不會用Ephicent的 不會 你只會用HP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墨水夾就是我講這種情形 就是說它是一種隱性的 所以就是說我買了HP的影表機以後呢 我以後就表示說 我以後都會用HP的墨水夾 因為你不可能去買Canon 也不可能去買Ephicent的 它有一種類似的情形是什麼呢 比如像你買車子 你買福特的車 那請問呢 如果你買福特的車以後呢 你後續的維修 你會去Toyota工廠維修嗎 不會 你就只會去福特 那這個就是你想要是 簽訂引擎的合作協 我買了福特車以後呢 我就固定說 我就會固定回去福特廠去做維修 我就會固定去做福特廠做維修 所以現在他們做生意的 賣車的人他知道說 他如果要賣一台車 他有些時候他把他的獲利來源 從車子移到維修裡面去 因為他知道說 我賣車給你的時候 你消費者有很多選擇 你會有Toyota 會有Honda 會有福特 會有VW 這種一大堆選擇 他知道說如果你買了福特以後呢 後續的維修你就一定會在我這邊做 你就一定會在我這邊做 你不會說趕到其他地方 所以他們就開始把這個獲利的來源 轉到後面的那個維修去 後面維修去 那這個其實是有點道理的 我們再回到HP的印表機來 印表機的特性是這個樣子 印表機的側音這個樣子 如果你買噴墨印表機的話呢 你買噴墨印表機的話呢 你在買的時候呢 你在買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對不對 你會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所以 你的這個需求彈性的值呢 會比較小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一旦買了那個印表機的墨水 你一旦買了印表機以後呢 比方你買HP的印表機 你買了HP的印表機 這個墨水夾的英文是 這個CARTRIDGE Cartridge 這個是墨水夾 這個墨水夾 墨水夾 如果你買了HP的 你買了HP的印表機以後呢 你這個墨水夾 你就一定會用HP的 你不會再用其他間的 你就不會再用其他間的 所以呢 它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Sorry 我會弄錯了 所以它的需求彈性的值 就會比較小 而印表機的 需求彈性的值就會比較大 印表機你在選購的時候呢 你會有很多選擇 所以它的需求彈性的值會大 墨水夾呢 你買了HP的印表機以後呢 你只會買HP的墨水夾 所以它的需求彈性的值會小 那這個東西呢 跟我剛剛講的說 那個很多廠商現在都把 利潤擺到那個 維修服務的關係在哪裡呢 我還跟你說 我們用印表機的力再講這個事情 印表機的需求彈性值大 因為它很多替代品 印表機的墨水夾呢 它的替代品少 它的替代品 它的替代品少 所以它的那個需求彈性的值小 那需求彈性的值小 表的是什麼意思 表示它的需求線很陡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講 需求彈性的值小 表的是什麼需求線很陡對不對 那很陡表的是什麼意思 很陡表的是說如果你長下 你的顧客會跑還是不會跑 不會跑對不對 那也可以理解 如果你買了HP的印表機以後呢 你只會用HP的墨水夾 所以如果墨水夾漲價之後 你會不會因此就說 我們要換用Kano的 或換用Excel的 不會對不對 所以需求彈性的值小 表示說需求線是很陡的 所以表示什麼呢 廠商要給你鎖高價之後呢 你不會跑掉 對不對 那印表機呢 需求彈性的值大 表示需求線是比較平坦的 所以如果你一鎖高價之後呢 貨客就會跑掉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什麼 你去買印表機的時候呢 你去市場上看 印表機一台一大 很大一台對不對 然後裡面有一大堆 尼利康康的技術 可是通常很便宜嘛 對不對 通常是一大堆 一機器一大台 裡面有很多東西 可是你就覺得很便宜啊 可是墨水夾呢 小小一個 然後呢 都很貴 都快一千塊 對不對 HP的墨水夾 隨便一個 可能六百塊七百塊 有的時候彩色的什麼 就變成八百塊九百塊 為什麼 需求彈性的值比較小啊 這我就可以給你鎖高價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現象 同樣的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汽車的例子 如果你買福特車 你最後一定會回去福特原廠去維修 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 我在維修費用跟你鎖價的時候呢 我不用擔心你會跑掉 我比較敢跟你鎖 要高價錢 可是車子呢 競爭者很多 所以我就不大敢鎖高價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會再講的 很多現在賣車的 他們開始把利潤轉移到那個維修 因為他知道我維修比較有什麼鎖 維修我可以漲價 我敢隨便亂來這樣 這個顧客比較不敢跑掉 顧客比較不會跑掉 因為你也怕說 你是福特車跑去 投油茶這邊修 到時候投油茶給你吃不同的汽油 不同的機油 不是汽油 吃不同的機油 那用不同的零件 他對不上去 出問題 你會擔心這個事情 你會擔心這個事情 所以你買福特車 你大概就會回去 福特的那個原廠維修 所以現在賣車的人 他慢慢知道這個事情 他們就會把那個利潤的來源 慢慢轉移到這個維修的部分 轉移到維修的部分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意思 B 好 第三點是什麼呢 第三點就是說 如果這個benefit or cost of extremity 就是說 如果這個產品呢 基本上會花掉所得的一大部分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理解說 這個呢 需求彈性的值會比較大 那如果只會花掉一小部分的所得的時候 這個需求彈性的值會比較小 什麼意思 當我們討論這個需求彈性的時候 講的是什麼呢 當我價格上漲的時候 那個需求量減少 減少的這個幅度 對不對 那什麼叫需求量減少 就表示消費者去改變他的行為 改變他的行為 我本來 我本來 比如像說 我今天早上要吃飯糰的 或者說我一個月裡面 我吃三顆飯糰 現在價格漲了 我就變成三顆變成兩顆 這表示我改變我的行為 所以說如果漲價這件事情呢 對你來說 傷害很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嚴肅的考慮改變的行為 舉例來說 如果一台車 本來賣價 現在漲價50萬 現在漲價5%變成55萬 Sorry 不是5% 漲價10% 10%從50萬變成55萬 請問你要買車的人 你可能不可能會仔細的考慮 本來50萬變成55萬 你可能會仔細的考慮 對不對 而且你可能會想說 哇你現在給我找我 我可能會去買別的牌子的車 對不對 因為5萬很多 可是呢 如果一個飯糰漲價10% 你問你會不會改變你的行為 10%是25塊變成多少 27.5塊 漲價2塊5毛 對不對 你可能會覺得得差 對不對 就算你一天 就算你一個月吃 吃5顆飯糰 5顆飯糰多少 125塊 那你不會一個月多花你12.5塊 不會因為這件事去改變你的行為嗎 差個10塊12.5塊一個月 你不會一直去改變你的行為 你不會一直去改變你的行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如果這個東西像車子 這個漲價5% 花掉很多錢 5萬 那你可能會嚴肅去改變你的行為 可是像飯糰 像水價 水價這個一點點佔你的 你單家裡支柱一點點 它漲價5% 影響就不大 你就不會去想這個事情 最後一個叫Adjustment Time 調整時間 也就是說他在討論的是說 當你價格漲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價格漲的時候 這個需求量會減少 可是有幾種衡量 有的時候是說 我討論說我價格上漲了 然後我去看說下個月消費者的需求量變動怎麼一回事 跟我價格上漲了 我明年或是下一季再去看消費者的行為變動會怎麼樣 然後他們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Adjustment Time 講是說 如果你是價格漲了 然後下一季或是明年再去問消費者的行為 需求量會減少程度 跟價格漲了 然後下個月或下個禮拜去問消費者 他的需求量減少程度 那個明年去問的 或是下一季去問的 那個變動量會比下個禮拜或下個月去問的變動量來的差 也就是說這個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講的是說 長期來說 長期來說如果你的這個衡量這個需求的彈性 需求的彈性是 需求的彈性是在討論價格變動對需求量變動 對不對 如果你是比較大的一個區間去衡量這個事情的時候 長期來說需求的彈性的值呢 會大於短期的需求的彈性的值 這樣講的是這個意思 短期的需求彈性的值表 那是說我現在價格漲了 然後我就去下個禮拜或下個月去看 那個需求量的變動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去這樣算 算出的這個是短期的需求彈性的值 長期的是說我價格上漲了 然後我明年再去看說那個消費者的那個需求量的變動是怎麼回事 這個就叫做長期的需求彈性 長期需求彈性的值呢 一般來說都大於短期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對不對 你價格漲上去 然後你可能下個禮拜下個月 消費者還是不會改變他的行為 可是一直漲下去 零年的時候他會改變行為 他可能就會改變他行為 他可能就會改變他行為 我們拿實際的例子來說 比如像我們講香菸 這個香菸Secret 菸 這個是美國的資料 美國的資料 美國他們去算短期的香菸的需求彈性 來你猜那個值是多少 那個值非常接近0 負0.2 所以你知道對於菸槍來說 如果你長菸的價格的時候 他才是繼續每天一包 然後拉美就是每天一包 你長他的價格 他大概不會變多少 可是呢 如果一年兩年後再去問他 他可能會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在美國呢 他們去探心的需求彈性 長期就會變成是負產變成 長期就會變成負產變成 這個變動非常的大 變動非常的大 這是美國的 或者說你來看看這個 Gasoline汽油 汽油 這個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數據 人家去推算的 人家去推算的 加拿大 加拿大這個Gasoline汽油 汽油短期需求彈性呢 這個呢 更接近 更接近垂直線 更接近垂直線 這個是負0.029 加拿大 你看負0.029 非常接近垂直線 你可以去理解 在加拿大 那個地方 人口非常的稀疏 所以你租去外面一定要開車啊 對不對 如果是Gasoline 這個需求彈性 你同樣去比 像倫敦、巴黎 這些地方 公共運輸很發達的地方 他們那邊汽油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一定比這個大得多 可是在加拿大呢 它公共運輸不發達 地廣無期 所以這個非常接近垂直線 負0.029 短期 那長期呢 它還是會變大 可是沒有變大那麼多 長期它就變成是負0.089 負0.089 差不多乘以三倍 差不多乘以三倍 可是呢 還是非常透明的數字 所以從這些數字呢 其實你可以怎樣 你就可以知道 你所面對的需求線長怎麼樣 香煙 所以你知道香煙 你就可以隨便亂漲價 隨便亂漲價 煙槍就會造車 香煙就可以隨便亂漲價 氣球你也可以隨便亂漲價 再加拿大那種地方 隨便那種它沒有差 種它沒有差 汽油 汽油 就這樣這種東西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那個需求線長的價格 好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需求彈性 OK啦 那我們休息一分鐘 休息一分鐘 上一堂課呢 給大家這個需求彈性的概念 給大家需求彈性的概念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簡單的需求彈性的一個運用 簡單一個 譬如有彈性的運用 你就知道說需求彈性 其實在實務上非常重要 我們來談談台灣的電力市場 台灣的電力市場 大家知道在台灣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 非常久的爭論 關於 關於何事是否興建的問題 這個討論呢 大概爭論了二、三十年 然後大概從1980年代 之後就開始討論這個東西 核四到底該不會該建的 那2013年的時候呢 經濟部長曾經講了一個話 他就說呢 如果核能核四場 核四不見的話呢 他說電價呢 電價會上漲40% 他說電價會上漲40% 那個20 我記得是2013 2014 應該是13的時候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2013還是2014 這個大幹障的相關的討論 大家都聽過 來 核四 從國外來的朋友 學生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核四 這是台灣 在講那個地勢核能發電廠的事情 1980年代的時候呢 進步計畫說蓋這個東西 可是後來呢 一直有很大的討論 說其實蓋這個東西其實是不大需要的 不大需要的 然後大概來來回回 搞了二、三十年 然後大概在前幾年之後 大概就定案 定案 那2013、2014的時候這個討論很大 這個那時候經濟部長說 如果核四停建的話呢 電價會上漲40%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個討論 來 我們今天就來用彈性的概念來談這個問題 用彈性的概念來談說 這件事情 他做這個宣稱到底有沒有道理 他做這個宣稱到底有沒有道理 核四停建電價會漲40% 做這個宣稱有沒有道理 他做這個宣稱呢 後面所討論的概念是什麼呢 核四如果停建電價會漲40% 因為我們知道需求限是負寫率的 電價要上漲40% 那上漲40%的話 你知道需求限是負的 那需求量 需求量就會減少 所以他的意思有點就是在講說 電價要上漲40% 那這麼一來呢 減少的用電量呢 才足夠卡合掉我們 因為憑建核四所早生產的電量 這個怎麼後面的討論 他講的是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用數字來看說 這件事情照理對或不對 來 核四的電量量 台灣總體發電量是多少呢 這是我們所需要的第一個資訊 核四的發電量呢 據預估上台灣總體發電量的6% 6% 所以呢 他講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講的這句話就是說 如果核四平建的話呢 我們必須把電量調漲40% 減少的需求量才足以 抵掉核四的那個電量 所以他講的就是 抵Q over Q 3抵P over P 會等於多少呢 核四少掉減6% 電量上漲40% 所以他講的事情就是說 負0.15 那這 imply什麼 台灣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的值呢 需求彈性的值呢 是負0.15 負0.15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來檢證的第二個事情 就是說 所以負0.15這個值 對還是錯 我們就要來檢證這個值照 是對還是錯 台灣過去有沒有人估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的值 有 可是很坦的呢 這個值負0.15 跟國際上一般人在負0.15的差派 那一個關鍵是 adjustment high 人家負0.15 可能 阿美女來說看的是 例如像我電家調漲 下個月下下個月的這個變動 他們當然是看 電家變動隔天的那樣子的變動 那你電家變動隔天的那樣子 那當然是不會變動 當然是不會變動 但是估計有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人家 國際上一般的估計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檢證這個數字有沒有到的 這個數字有沒有到的 來我給大家幾個數字 給大家幾個數字 這個是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電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 這個是美國的值 這個是美國的 然後2011年的估計值是負0.872 然後還有一個是澳洲的 澳洲的估計值是負0.539 然後唯一最接近他做的這個值 Germany是負0.113 負0.113 負0.113 所以接下來問題是 所以我們應該要 我們應該要Apire哪個數字 我們應該要Apire哪個數字 那Apire哪個數字呢 我們就必須要做個假設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假設說 我們可以在這三個國家裡面做選擇呢 表示說你必須要想像說 我們的消費者的Pattern 跟這三個國家的這個消費者的Pattern 是類似的 那我跟你說 台灣的這個用電呢 很多人在談說用電的這個Pattern 你可不可以想說台灣跟歐洲這邊兩個 就是那個美國 比較溫帶的國家 德國溫帶的國家 可能很多人說台灣人要開冷氣 美國跟德國不需要 我跟你講這個看法是錯的 美國的美南 Miami Miami 南加州 或者說那個德州 這些地方一樣的 跟台灣一樣的 他們一樣會開冷氣 而且冬天的時候他們會開冷氣 暖氣有燒石油有燒電的 所以我們夏天會開冷氣 可是呢 這些豐洲國家人家冬天會開冷氣 冷氣不開可能還好 暖氣不開會死人 暖氣不開會死人 所以消費者 maybe ok 可能 情況上其實不見得像你想的差很多 那第二個呢 是說呢 台灣的電力呢 有三分之二是工業用電 用電量 其實一般來說在討論這個 可不可以要我開哪些國家的時候 很多人會拿家庫來看 可是我會說這個是錯誤的看法 用電量呢 台灣的用電量呢 台灣的用電量呢 基本上呢 來自於兩塊 一塊是家戶 一塊是商用 商用就是工業用電 工業用 工業用 然後還有當然還有商業使用 然後商用電力佔了三分之二 商用的佔了三分之二 所以其實當你看這個東西 你要注意 有三分之二是商業用電 這三分之二是工業、商業 就是說必死理實在使用 那必死理實的話呢 就更容易想像說 基本上大家科技水平差不多 你可以想像說台灣的台積電的技術 輸美國、德國嗎 難以想像 對不對 台灣的CIT產業 他們的用電的 對科技的 approach的能力 其實跟歐美國家是類似的 台灣也是工業化 開發國家 所以如果三分之二都是工業、產業的用電 商用就是產業的用電 工業、商業這些產業用電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拿美國、加拿到 那說你美國、澳洲、德國的這些消費者的狀況 來判算 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大家的技術能力 就工廠、生產上的技術能力大概都差不多 一樣都會有相同的節能的科技 或是生產的科技大概都可以使用 那唯一差別差別在哪裡 價格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我剛剛上課有跟大家說 即便是同種產品 消費者的Pattern大概是類似的 可是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彈性只會不一樣 所以你就看得到美國、澳洲跟加拿大 所謂的Germany Germany 德國 大家的需求彈性只會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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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價格不一樣、彈性不一樣 你可以這樣來理解 譬如像說 今天有一種節能科技可以使用 你電價很便宜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用它 舉例來說你可以這樣想嘛 有個節能科技 假設你要花一百萬 如果你電價很便宜的時候 你就不會使用這個科技 可是電價如果很貴的時候 你會不會使用這個科技 你會使用這個科技 所以導致說 這個在不同的價格區間之下 可能行為會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價格會影響 可是美國、德國、台灣這些國家 去Approach這個科技的能力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想 所以我說 我們可以用這些不同的國家來過去 可是重點是說 我們這樣採取哪個國家比較對 那科技大家有Proach的能力都一樣 唯一差別當然就是價格 所以我們就來看價格 台灣的價格跟誰比較接近 來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價格 台灣的電力的價格 台灣的電力的價格 這個單位是 那個US CENT KWH 美國的價格呢 是8到17塊 8到17這個分CENT 這個都是2011年的資料 這個都是2011、2012年的資料 吹揚呢 22到39.8 然後呢 德國呢 是34.14 34.14 34.14 所以你覺得應該要採用哪個國家 你覺得應該要採用哪個國家 看起來很像我們應該要 Apply 美國的這個數字 我們應該要Apply 美國的這個數字 美國這個數字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 假設說這個消費者 消費者 當然主要是產業 產業的Pattern 大家都是類似的時候 大家對科技的 Approach的能力 都是類似的時候呢 假設這個是電力市場的狀況 電力市場的狀況 你可以理解在不同的價格的區間之下 譬如像說 Germany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他們價格比較高 Australia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美國 台灣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美國台灣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來 台灣的電價是多少 來我剛剛忘記等大家說 所以可能大家還不太清楚 為什麼 比如說要 美國的電價 美國的那個彈性的值 因為台灣的電價呢 台灣的電價 台灣的電價呢 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低的 全世界是 沒有數一數二低 可是也非常低 這個數字 台灣的電價是 7到17 7到17 所以 你應該要apply美國的 apply美國的 apply美國的 你應該是要apply美國的 所以呢 台灣跟美國比較是接近在這裡 台灣的電價跟美國的電價是接近的 所以如果我apply這個數字 是0.872 來我們來看看 所以如果我說 比較合理的數字呢 是我應該要apply 美國的這個彈性的話呢 那應該是0.872 負0.872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表示說 你的底Q over Q 除以底P over P 如果合適評鑑的話呢 上面是-6% 電價會是多少 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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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是 你只要電價漲6.88% 你超過多就可以少電做合適 所以這個結論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經濟部長講這個東西呢 是unreasonable unreasonable 少掉做合適 電價就會漲7% 你只要漲6.88% 你就可以少電做合適 你就可以少電做合適 所以他講了一個阻礙的 他這個就是阻礙的 了解嗎 那我們現在再用另外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觀念 intuitive factor 來判斷說 所以我說 這上面這個數字有沒有到 我上面說這個到 我現在說我們要用0.87了 這個美國這個數字來判斷 然後我們用用看這幾個 東西來看看說我這個判斷有沒有到 你可以這樣來想 台灣的電價跟美國的電價是接近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剛剛跟你講的這個故事一樣 你一個工廠在生產 假設說 假設說 你有兩種做法 一個做法呢 是用100單位的電力來生產100單位的產出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呢 50單位的電力再加上一個單位的節能設施 然後同樣是100單位的產出 OK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當電價比較便宜的時候呢 請問你會不會買節能設施 你可能不會買節能設施 你可能會有100單位的電力來生產100單位的東西嗎 你可以去理解 假設每單位電力只賣1塊錢的時候 那你生產100單位的東西 你只要花100塊錢 可是節能設施可能就是100塊錢 所以你不會花節能設施 可是如果一單位電力變成10塊錢的時候 節能設施一樣是100塊的時候 你就會換到底下50單位的電力 加上節能設施再生產100單位的東西 對不對 知道我在講什麼啦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判斷 就是說講這個兩個方法 100單位的電 然後呢 產出100單位 產出100單位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50單位的電 加上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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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方法 所以如果你電價是1塊錢的時候呢 如果電價是1塊錢的時候呢 電價1塊錢的時候你會選A嘛對不對 你會選A啊 如果節能你的設施是值100塊錢的話 那如果電價是10塊錢的時候呢 你會選多少 你會選B啊 你會選B嘛對不對 電價是10塊錢你就會選B 所以你可以理解 在台灣電價便宜的時候呢 大多數的人是用A方法 所以你有沒有替代辦法 有 你會有很多替代辦法 你會有很多B可以選擇 對不對 所以 因為替代比重多 所以你的替代 你的那個需求彈性的值 會是大還是小 大 好 那如果你是現在是德國 你已經在B方法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有沒有 你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選擇 繼續省錢 不會 如果電價在漲後 你會跳為A方法嗎 不會 你唯A的做法是什麼 減少你的生產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德國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他大概沒有多少替代比可以用 所以他的彈性值應該是大還是小 應該是小 所以同樣的你回到這個case來看 你應該apply美國的數字 還是德國的數字 你就會想說 我們應該要apply美國的數字 對不對 因為在台灣 很多廠商呢 很多簡單的設施是沒有使用的 所以他還有一個替代品可以用 你該想像他們的替代品呢 大概都已經替代辦法都已經用了差不多 所以他的替代彈性值呢 當然就會比較小 當然就會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justify 說我用這個數字倒是對還是錯 那我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的數字 我記得我也看過一個數字 就是在台灣 台灣的用電效率是非常的差 我看過的數字差不多這樣講 說台灣如果生產100單位電出來 到廠商端呢 廠商端大概只有 留七十分真的在使用 這台灣的用電效率 你跟他去查一查 我記得也有看過這個 類似相關的這個數據 可是在日本 德國這些地方呢 他們大概是100單位電出來 可能九十五 九十到九十五是實際就使用在 實際就使用在生產上面 雖然你其實可以知道 在台灣我們電力的使用 是非常非常的不效率 那當然關鍵是什麼 因為我們長期的電價是偏低的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這個世界沒有數一數二低啦 可是也是前景低的 那相對來說 我們的每單位人的那個用電量 在亞洲裡面也是排名前面的 也是排名非常前面 每單位的人的用電量 那我說這是因為台灣人比較浪費嗎 沒比是 可是另外一個要注意到 是說因為我們商業用電站的商品 所以這表示台灣的工廠生產是比較不效率的 比較不效率 所以同樣的我們每單位的人的使用 那個電量就會比較不效率 所以我這樣講是justify說 這個數字呢 我們用這個數字應該是比用德國的這個數字來的好 用這個美國數字會比用德國數字 然後更貼近真實的情況 更貼近真實的情況 所以回來考慮就是說 所以這個2013、2014人 這個經濟部長說了這個東西 他說彈性是負0.5 這個大概是錯的 這個大概是錯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知道說這個彈性其實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概念 非常有用的一個概念 可以讓你判斷 至少判斷真的容是講真的還是無賴 講真的還是無賴 所以這個彈性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概念 好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OK啦 OK啦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有同學來問我說 說這個彈性呢 既然我可以用在自己價格 對自己需求量的變動 那我可不可以來討論說 其他變數變動的時候呢 對需求量變動的影響 當然是可以的 當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再介紹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 其實也是類似的 這個叫做交叉彈性 這個叫交叉彈性 我們知道我們上個禮拜 有跟大家提過說 需求量呢 你除了受到自己的價格也變動了 自己的價格也影響以外呢 你還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最關心自己的價格 所以我們畫需求線就是畫自己的價格 跟自己的需求量的變動 可是你知道說 你的這個需求量呢 一樣會受到什麼 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對不對 那其他那個最重要的其他因素是什麼 Related item 相關產品的價格 所以一樣 我們既然這個概念談的是 自己價格變動率 對自己的需求量的變動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談說 其他東西的價格變動 對我自己這個產品的需求變動的影響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一樣也可以談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這個概念 就是說這個叫做交叉彈性 這個中文翻交叉彈性 他講的呢 就是說同樣我可以把這個概念apply過來 不過你要注意哦 現在談的是需求的變動哦 也就是談的是需求線的這個 那個外語哦 因為現在是其他東西相關價格的變動 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動 相關產品的價格的變動 然後他會影響是他會移動你的需求線 可是同樣的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呢 排到這裡來 相關產品的價格變重 然後一樣我談的是變動率 我談的是變動率 我談的是變動率 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動率 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動率 所以一樣我可以把公式呢 寫下來 我現在就直接用小D來代替他了 我現在就直接用小D來代替他 所以這個呢 他就叫做交叉彈性 這個就叫做交叉彈性 交叉彈性 所以他討論的是呢 相關產品 相關產品 所以他討論的是呢 比如像說這個PB變動的時候 PB變動的時候呢 他怎麼去影響QA的變動 他怎麼去影響QA的變動 那因為這是其他因素變動 所以你要記得這時候是討論 是討論這個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需求線的變動 所以現在我看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看的是 我現在看的是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這個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以他產品價格來的時候呢 這個需求線的這個變動 這個就是交叉彈性 這個就是交叉彈性 一樣很簡單嘛對不對 上面一樣是底 上面是底Q over Q 這裡一樣是底Q over Q 只是上面是自己的價格 底下這邊變成是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 就是這樣而已 一樣reply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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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把底下的分子呢 從自己產品的價格呢 改成其他產品的價格 改成其他產品的價格 討論當其他產品的價格變動 怎麼能夠影響到 我自己產品的需求的變動 那我現在講的是 因為是其他因素變動 這也就是需求線在外衣 平移啊 可能外衣可能內衣 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所以根據這個 所以根據這個交叉彈性的這個值 它的大小 我們就可以定義出說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定義出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根據交叉彈性的值的大小 我們可以定義出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有些時候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會上漲的時候呢 可能你自己產品的需求量會增加 可是有些時候可能你自己產品的需求量會減少 要記得喔 有些時候其他相關產品的價格在上漲的時候呢 可能對你產品的這個需求量的影響 可能有些時候是增加 可是有些時候會減少 什麼情況這樣會增加來我們來講一下 譬如像說我今天說 如果這個PB的價格上漲 PB的價格上漲 然後呢 你的這個需求量呢 是怎麼樣 你的這個需求量也上漲 這是什麼意思 B的產品上漲 那A的需求量增加 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譬如像說三明治的價格上漲 和麵包販款的需求量增加 對不對 因為三明治的價格上漲 所以販款來買三明治的販款來買販 對 所以這兩種是替代品 這兩種是替代品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指的是如果PB增加QA增加 表示這兩個變種是同方向 所以表示他們的交叉彈性呢 這個交叉彈性呢 A小CBA是大於0 那這個例子呢是什麼呢 譬如像三明治跟麵包 三明治跟麵包 這個麵包字比較多 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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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Rice-Bone 三明治跟半 這個就是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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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的情況是什麼呢 今天的情況是 PB的價格上漲了 結果QA的需求量是下跌了 那這個呢是什麼意思 PB的價格上漲了 QA的量反的下跌 所以是變動日盤方向的 變動日盤方向 變動日盤方向的時候呢 表示交叉彈性的是小於0 那這個時候呢他們是負補品 哪一位什麼是負補品 你可以理解 什麼東西是 B的產品價格上跌上漲了 A的需求量反而下跌 例如像你吃飯糰都要配紅茶 如果紅茶價格上漲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想說 所以我就不買飯 因為我紅茶價格上漲 我就會少買紅茶 我不買紅茶 我就覺得說我吃飯糰很乾 所以我就不想要 我就不想要買飯 或是吃薯條一定要配可樂嘛 吃薯條一定要配可樂嘛 吃薯條一定要配可樂 那可樂的價格如果上漲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想說我就不買可樂 相對來說 我就會減少我對薯條的貢 那這個叫做什麼 負補品 這個叫負補品 有一些更有名的例子 我覺得我們可以拿出來講 這些例子是很有趣的例子 希望我們還有時間 這些例子是這樣子 比如像說呢這個 Smartphone 這個智慧型手機跟APP 智慧型手機跟APP 這個智慧型手機跟APP 這個就是負補品 你買智慧型手機 你一定要很多APP搭配啊 如果你APP只有一點點搭配 就會減少你對智慧型手機的需求 你就會買比較少 你就會買比較少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那個遊戲主機 遊戲主機跟遊戲 遊戲主機跟遊戲 來我們來講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這個是任天堂的故事 大家不知道什麼是任天堂 Nintendo 應該知道了 Nintendo Nintendo Nintendo是 在1990年代的時候 你應該有幾乎稱霸遊戲主機的市場 講到遊戲主機大概就是任天堂 講到遊戲主機就是任天堂 那任天堂呢 他在1996年的時候 1996年的時候 他出了一個叫做M64的這個主機 M64我猜大概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因為1992年的時候 你大概一歲到兩歲 M64呢 M64這個機器呢 即便到現在 我那時候有去看過人家美國 即便到現在還是被人認為是歷史上 曾經出過最好的主機之一 最好的主機之一 有個傳說是這個樣子 有個傳說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年M64在出來的時候呢 美國跟日本政府禁止任天堂 把M64這個主機的進口到 出口到中東地區去 為什麼 因為他的晶片太強了 他們那時候很怕說那個海山呢 把這個M64的底面晶片拿來做飛彈 拿去叫他們飛彈 雖然有這個傳說 你就知道說 M64是不是非常強的主機 就是至少在業界來 都是覺得這個機器是不錯的 可是我要跟你說 他的銷售呢 奇產無比 他的銷售奇產無比 差點把那邊藏給搞垮 那為什麼 關鍵就在於說 他那時候跟他的什麼 跟他的一個廠商 這個廠商的叫做 Skware 跟Skware 起了嚴重的衝突 Skware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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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厲害的遊戲 其中一個遊戲可能有人很過人就聽過 就說 Final Fantasy Final Fantasy Final Fantasy 現在到第幾代 告狼蝦尾 現在到第十五代 十五代 也記十六 還十五代 Final Fantasy 十五代 太空戰士 他是1990年就開始的遊戲 這個非常厲害的遊戲 太空戰士 打算太空戰士 Final Fantasy 他曾經在第十代拍過電影 可能你不知道Final Fantasy 是你可能知道Final Fantasy 的對台 史克威爾 他的一個死對頭 他有一個死對頭 在1990年代的時候 叫做MX MX出了一個遊戲叫做 Dragon Quest Dragon Quest 可能很多人就聽過 為什麼很多人聽過呢 Dragon Quest 這個叫做 勇者揍二龍 勇者揍二龍 後來出到其他還是八代 我弟還寫過他的工業本 出過他的工業本 第八代工業本 他們台大電玩社很厲害的 他們就可以出工業本 他們都直接玩日文 所以台大電玩社畢業的時候 大學都念了六七年 可是畢業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會有日文一起鑑定 因為都在寫工業本 都在出工業本 所以跟Quest 所以跟Quest 為什麼我會說很多人都聽過呢 因為有個卡通叫Adventure Time Adventure Time有什麼樣 Adventure Time 跟阿寶的故事 對不對 阿寶為什麼每次背個寶劍 然後去人家鑽地洞 然後去人家家裡搬 各式各樣的寶物 這個就是追跟Quest來的 勇者鬥龍 你會有鬥龍 你會有一些奇怪的故事 比如像那個勇者跑去人家 後面就背個寶劍 跑去人家開人家的家裡 敲人家的寶石 或者去地洞裡面挖寶 那個Adventure Time 應該是在 酷手追跟Quest這個遊戲 我猜了 我猜 所以史克威爾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有個史對手叫做Adventure 然後Adventure就是出追跟Quest 追跟Quest跟Final Fantasy 其實他也是打對台的遊戲 好那我要說為什麼 Nintendo跟史克威爾在1990年代的時候翻臉 史克威爾的Adventure 其實在1990年代前半夜的時候 都一直支援任天堂的機器 可是任天堂這些公司 他在1996年那個時候 他也不知道哪個已經不對 就是 史克威爾決定要建立自己的銷售管道 決定要自己的銷售管道 然後任天堂這些公司 雖然技術不錯 可是呢 從他過去的經驗來看他的壁紙理石操作 一直都有點問題 一直都怪怪的 所以他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一直把史克威爾當成他的小弟 然後史克威爾今天他就要成立他的那個 自己的銷售管道之後 任天堂就不爽了 就覺得說你怎麼可以成立自己的銷售管道 你是我的部署之類的 所以他就跟史克威爾開始打對 他就開始戰史克威爾 那結果呢 他那時候忽略了一件事情 遊戲主機的這個市場 在1990年代打開以後呢 其實不少公司要做 其中有個公司叫做Sony Sony在1990年都出了一個主機很大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叫做PS PlayStation PlayStation 1996年的時候呢 史克威爾他自己自己的銷售管道 結果任天堂就不想要 史克威爾自己獨立成立銷售管道 就開始打壓史克威爾 結果史克威爾呢 就跑去找Sony 結果同時在M64出來 這台機器出來的方式 同時出PlayStation出來 結果Final Fantasy呢 在1996年以後呢 他只支援PlayStation 他只支援PlayStation的這個機器 他只支援PlayStation的機器 結果就造成了 我剛剛講的M64呢 雖然他的機器被人家成為 是說有史以來最好的機器之一啦 不是最好 可是至少是之一 One of the top 可是因為他沒有史克威爾的支援 史克威爾像Final Fantasy 這個是很好的遊戲啊 他除了Final Fantasy 還有一大堆 像什麼聖劍傳說 這個可能就不會聽到鬼 講說動我屁來打 聖劍傳說像這種奇奇怪怪的遊戲 他出很多這個遊戲 那所以M64呢 雖然機器很強 可是他可以支援的遊戲 相對來說是少玩多 那你玩家你要買機器幹嘛 你不會要買機器啊 你一定是買機器搭配搭配遊戲 所以因此造成M64的銷售呢 非常非常的差 關鍵在於是說 後來他們就翻臉了 他就沒有支援 所以他的銷售就非常的爛 那任天堂呢 曾經就跑到20世紀初學的時候呢 就曾經習度陷入非常嚴重的營運危機 營運危機 那史克威爾在這裡 他有 他有 他有最後有勝出嗎 史克威爾的歷史是這個樣子 他在那一場上呢 他不支援任天堂 然後他跟Sony的PlayStation合作 他確實後來 有一陣子也過得不錯了 可是他後來Final Fantasy 出到第十代的時候呢 他就拍電影了 他這個拍那個電影呢 據說概念太過超前了 翻到分的幾十代 他有這個電影可以去看 可能還找得到 這個2000年的時候 你去想說 喔2000年他可以派出這種電 非常非常厲害 可是因為概念太過超前 所以全球票房非常差 結果就是把史克威爾拖廣了 他史克威爾拖廣以後呢 到2002年 2003年以後 他就跟MX 合併 所以現在你們比較沒有看到這件公司 因為他跟MX 合併 MX 他出的遊戲像這跟Grasse 我覺得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他 他們那個老闆呢 是非常厲害的生意 所以大家知道 念管理學院 其實是有幫助 因為這三間公司裡面 最後的大型家 我覺得是MX MX的老闆是很厲害的Business Man 他很是很厲害的Business Man 所以後來這兩間公司 在2000年以後呢 就合併成一間 那合併成一間 就2000年以後 就合併成一間公司 那任天堂化又 反正經過一頓問順下 又派出 派出 這兩間我要跟你講故事是什麼呢 在1996年的這個 因為這個事情呢 你有空的話你可以去翻 有些書在討論這個東西 1996年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戰爭呢 會之所以會搞到任天堂 後來把自己脫髮 就是因為 史克威爾 史克威爾對你來說 他其實是生產你的戶物品 game game console 遊戲主機跟遊戲 基本上是戶物品的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應該是朋友 而不是敵人 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 所以任天堂就是 錯把朋友當敵人 錯把朋友當敵人 所以我要跟你說的是說 這個復古品跟替代品的判斷 在商業上是重要的 因為它會幫助你判斷 誰應該是你的朋友 或誰應該是你的敵人 那你只要做錯決策 像任天堂這個故事就是 你把朋友當成敵人打 他打到最後就是你自己死 因為 他就不知道我看到 畢士尼斯決策是什麼 就此刻我也應該是你的朋友 就要把他當敵人 打到最後就是我自己也死 好 那我為什麼前面講 什麼他的縫分APP呢 因為賈伯斯就知道這點 他在推出他剛開始 在推出他的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他們大力支援很多APP的公司 他大力支援很多APP的公司 他知道我智慧型手機要賣得好 一定是一大堆APP APP越多 我智慧型手機賣的會越好 所以他支援很多APP的公司 當然他還有很多其他行銷手段 可是至少他沒有錯把朋友當機的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希望以後你們在做 在Bits上面的時候 要記得這個事情 朋友跟敵人要分得清楚 有些時候你可能原 某某人是你的敵人 可是我要跟你說 所有敵人跟朋友的這個判斷呢 譬如像如果你在判斷這個 倒影機代表來護補品的時候 你要拿資料來看 很多時候可能有些東西你可能很直觀 智慧型手機跟APP 遊戲主機跟遊戲 這個都是護補品 很清楚 很清楚 可是有些時候 有些東西就不是那麼清楚 譬如像說 Volks Home 打手機的時候 你用那個聲音這樣去打 跟簡訊 這兩種服務到底是護補品 還是替代補品 可能一般來說直觀會覺得是替代補品 如果我跟你說 在新加坡那個地方 有人去算算出來 他們這兩種東西是護補品 所以很難說 很難說 有些時候你還到看資料 有些時候你還到看資料 不過大多數時候 當然你可以平均直觀來做判斷 不過要確認的時候 你還是要看資料 要確認的時候 你還是要看資料 管理要平資料在做判斷會比較清楚 好我們最後再講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兩種產品之間的關係 有替代品 有副補品 當然還有就是獨立產品 就是兩個產品完全沒有關係 什麼叫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說譬如像PB的價格上漲的時候 你QA的需求量 無動於動 這個叫做獨立產品 你像什麼 電射價格上漲 會影響你對販團的需求 不會 所以這個就叫做獨立產品 這個就叫做獨立產品 所以根據交叉彈性的這個值 可以幫你定義出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不同產品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OK啦 OK啦 好 那所得彈性呢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 沒有時間了 不過我們來最後再講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你的作業有點關係 所以我很快的講一次 我很快的講一次 這個呢 你們翻到你們的課綱 講綱 講綱的最後一頁 有個彈性的利用 彈性的利用 我會希望你們上網看下載 最後一筆也是跟這個有點關係 你講綱如果很不清楚的話呢 你去看講綱的最後一題 有個彈性的利用 這個這一題裡面呢 給你的幾個數字 這個就是我講的 人家學者直接去算 算新加坡的那個行動 行動通訊的市場 去算那個voice call 就是你打那個手機用聲音的 跟簡訊服務 這兩種服務之間的 那個那個需求彈性跟替代彈性 需求彈性跟交叉彈性是多少 然後他就給了幾個數字 然後我很快把那些數字給抄下來 他講了幾個數字 他講了說 這個 他去算新加坡的兩種服務 兩種服務 一個是voice call 一個是voice call 我用vc 一個是簡訊服務 簡訊服務 簡訊服務 他去算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這個 這兩種服務 在這個新加坡這個行動通訊的這個市場上 簡訊服務跟 跟voice call 這兩個市場的需求彈性 跟替代彈性 我用一個表來把它表示出來 表示出來 然後我用這個交叉表來表示出來 他給你幾個數字 第一個他說 voice call 他自己 自己價格的需求 自己價格的需求彈性是-0.085 -0.085 我把它放在這個表 表示說呢 這是什麼 自己價格的變動 影響自己 voice call的價格變動 影響voice call的這個需求量 我給他給你這個數字 然後他也給你什麼數字呢 他也給你說 簡訊服務的價格變動的時候 怎麼樣去影響到voice call的這個需求的變動 所以他說這個交叉表是-0.078 他給你這個數字 同樣的 他也給你這個 簡訊服務呢 他的on price 這個體 就是自己的這個 SMS 自己的 SMS 自己的這個價格的變動 怎麼去影響到SMS 自己的那個需求量的變動 他說呢 自己價格的需求彈性 在簡訊服務 另外說是-0.03 然後呢 他也說了 說voice call 怎麼去影響到簡訊服務的這個需求量 需求的變動 他說是-0.003 這題他講這個東西 這題他講這個東西 那題目問什麼呢 題目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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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這個voice call的價格呢 我這個voice call的價格呢 下降5%的時候 下降5%的時候 voice call的價格下降5%的時候呢 他問你說 這個voice call voice call的這個什麼 revenue voice call的revenue voice call的revenue是什麼意思 就是voice call的P的VC 乘上Q的VC的變動 是怎麼一回事 他問你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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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題目怎麼做 我很快把它寫下去 然後大家可以抄起來 大家回去我會下 放另外一個題目 你們再做一次 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小寶會考這個東西 因為實務上呢 你會碰到很多 顧問報告你買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這個標 然後你們在用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樣在用 好 好 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你當然要把這個revenue寫下來 什麼是revenue voice call的revenue 是PVC乘上QVC對不對 好 那雖然我現在說 voice call下降5%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 你新的價格是原來價格的0.95倍 0.95倍 所以舊的價格是原來的價格的0.95倍 OK 然後現在你要問的問題是說 所以 新的這個量呢 會怎麼變動 對不對 你現在要問的是說 這個新的量會怎麼變動 那怎麼來看這個東西 來 這裡已經跟你講這個事情 新的這個量會怎麼變動 你可以知道說 好 這個需求彈性跟你講是 負0.085對不對 負0.085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底Q over Q除以底P over P對不對 那現在你的底P over P是多少 下降5% 所以你的下降5%你就是帶負5%進去 那底Q over Q呢是多少 這樣你就可以做得出來對不對 殘性跟你說是負0.085 價格下降5% 所以是負5% 所以同樣的你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底Q over Q是多少 就是負5%乘上負0.085 得到的結果呢 會是正的0.425% 正的0.425% OK啦 這個應該很簡單 所以你就知道你現在新的Q是什麼呢 增加 就有的 就有的Q在增加0.425% 所以就是 原本的1加上0.00425 0.00425Q的O 就是這樣在用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多少呢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說 你這個新的PVC乘上QVC呢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 0.954 乘上P的Ord 再乘上Q的Ord 你現在價格下降5% 它需求量上漲多少 上漲0.25% 所以就是新的價格是舊的價格 乘上0.95 新的數量是舊的數量乘上1 B加上0.00425 所以你就得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表示說現在 新的Revening呢 下降4.6% 下降4.6% 所以你們的作業跟你們的小稿題目呢 會有這種東西 可以啦 這個部分 然後這題的B呢 這題的B呢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B講完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B呢 他講的是什麼呢 他問的是說 如果你Voice Call呢 上漲5% 那你的簡訊服務的Revening 會怎麼樣影響 B的題目呢 問的是這個 B的題目問的是這個 他說 如果你的Voice Call呢 上漲5% 你的這個什麼 簡訊服務的Revening呢 會怎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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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樣 你把這個拿出來寫 簡訊服務的Revening 是PSMS 乘上Q的SMS 這樣子 那現在是Voice Call價格下變動 所以呢 這個價格有沒有變動 沒有變動 所以還是原來的 JOL的價格 SMS的價格 量會不會變動 會變動 因為交叉彈性跟你說 會變動 交叉彈性呢 說什麼 交叉彈性說 這個 當你的Voice Call的價格 變動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 SMS 數量會有變動 然後他說 他的變動比例是多少 來這邊你要正確的apply數字 這邊講是Voice Call變動 怎麼去影響QSMS的 數量的變動 那要用哪個數字 負0.003這個數字 所以就把負0.003這個數字給帶進來 帶進來 價格變動是5% 正5% 然後你去算上面這個 SMS的變動 SMS的變動 基本上就這樣在使用 所以最後呢 你會知道說 你會知道說 你的這個 SMS的變動呢 SMS的變動呢 會是 這5%乘上負0.003 所以是負0.015% 負0.05% 所以你會知道說 你的這個Q呢 你的SMS沒有變動 可是你的Q呢 下降多少 0.015% 0.015% 所以價格不變 數量呢 減少0.015% 所以你會知道 你的結論是什麼 你的結論是整體的這個東西呢 會下降 0.015%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你只是要正確的apply 交叉彈性 你只要對交叉彈性 有正確的觀念 你就可以解答這一題 OK啦 現在這樣看起來還是很不清楚 可是你練習題 有做過一遍 你就會知道 請照顧大家下載這個題目 那你那個題目呢 有四個小圖讓我們做 做到爽 爽了以後就知道我們做下個禮拜 稍後就會知道 沒有問題啦 OK啦 好 今天就上個上到這邊 我們上個上到這邊